第三十四回 一纸新王看妇禄 千年灰结 妇明红 片刻间 两船靠拢 天地会兄弟将郑克爽推了过来 回小宝骂了 奶奶的 你杀害天地会兄弟 又想害死天地会总舵主 非把你开膛抛肚不可 辣款妈妈 你明知阿柯是我老婆 又跟她勾勾搭搭 说着走上前去 左右开弓 啪啪啪啪 打了她四个耳光 郑克爽喝饱了姜水 早已伪顿不堪 见到韦小宝凶神恶煞的模样 求道 韦兄弟 求你抢在我爹爹的份上 饶我一命 从今而后 我再也不敢 跟阿柯姑娘说一句话 韦小宝道 倘若他跟你说话呢 郑克爽道 我也不答 否则 否则 否则怎样 一时说不上来 韦小宝道 你这人说话如同放屁 我先把你舌头割了 好叫你便想跟阿柯说话 也说不上 说着拔出匕首 喝道 谁舌头出来 郑克爽大惊 忙道 我先不跟他说话便是 只要说一句话便是 混成我八蛋 韦小宝生怕 陈锦南责罚 倒也不敢真的杀他 说道 以后 你再敢对天地会总舵主 和兄弟们无礼 再敢跟我老婆不三不四 想弄顶绿帽子给老子戴 老子一剑 插在你的肩腹头里 提起匕首 轻轻一致 那匕首直入船头 郑克爽忙道 不敢 不敢 再也不敢了 韦小宝转头对马超兴道 马大哥 他是你家后堂拿住的 请你发落吧 马超兴叹道 哎 国姓爷何等英雄 生的孙子却这般不成器 吴六奇道 这人回到台湾 必跟总舵主为难 不如一刀两断 永无后患 郑克爽大惊 忙道 不 不会的 我回去台湾 求爹爹 奉陈永华 陈先生的官 奉个大大的官 马超兴道 哼 总舵主稀罕嘛 笛声对吴六奇道 这人是郑王爷的公子 咱们倘若杀了 只怕现在总舵主 有侍主之名 天帝会 是陈永华 奉郑成功之命而创 陈永华是天帝会首领 但仍是台湾 盐平郡王府的下属 会中兄弟 若杀了盐平王的儿子 陈永华虽不在场 却脱不了干系 吴六奇意想不错 双手一扯 拉断了绑着郑克爽的绳索 将他提起 喝道 滚进来吧 一把志向岸上 郑克爽灯时 便如腾云驾雾般飞出 在空中 哇哇大叫 料想 这一摔 难免 金折古断 拿着屁股着地 在一片草地上滑出 虽震得全身疼痛 却没受伤 爬起身来 急急走了 吴六奇和维小宝 哈哈大笑 马超兴道 这家伙丢了国姓爷的脸 吴六奇问道 这家伙如何杀伤 本会兄弟 下害总托主 维小宝道 这事说来话长 咱们上的岸去 带兄弟跟大哥详说 向天边瞧了一眼 道 那边近是黑云 只怕大雨就来了 咱们快上岸吧 一阵急风刮来 只吹得个人衣衫 洒洒作声 口鼻都是风 吴六奇道 这场风雨只怕不小 咱们把船驶到江心 大风大雨中 饮酒说话 倒挺有趣 维小宝惊道 这艘小船 吃不起风 要是翻了 岂不糟糕 马超兴微笑道 那倒不用担心 转头向烧公吩咐了几句 烧公答应了 吊过船头 挂起风帆 此时风势也颇不小 不凡吃饱了风 小船剑也似的 向江心驶去 江中浪头大起 小船忽高忽低 将水直渐入苍来 维小宝外号叫做小白龙 却不识水性 他年纪是小的 这时脸色也以下得惨白 不过跟这个龙子 却似乎拉扯不上什么干系了 吴六七笑道 维兄弟 我也不识水性 维小宝气道 你不会游水 吴六七摇头道 从来不会 唯一见到水 便头晕脑胀 维小宝道 那 那你怎么叫船 试到江心来 吴六七笑道 天下的事情越是可怕 我越是要碰他一碰 最多是大浪打翻船 大家做流江中的水鬼 那也没什么大不了 何况马大哥 外号西江神交 水上功夫何等了得 马大哥 咱们话说在前 待会若是翻船 你得先救维兄弟 第二个 再来救我 马超兴笑道 好 一言为定 维小宝稍觉放心 这时风浪一发大了 小船随着浪头 墨地里升高丈瑜 突然之间 便似从半空中掉江下来 要钻入江底一般 维小宝给抛了上来 疼的一声 重重摔上舱板 尖声大叫 乖乖不得了 船棚上 哗啦啦一片响亮 大雨洒江下来 跟着一阵狂风刮道 将船头船尾的灯笼 都卷了出去 船舱中的灯火也即熄灭 维小宝又大叫 哎呀 不好了 从舱中望出去 但见江面白浪汹涌 风大雨大 气势惊人 马超兴道 兄弟莫怕 这场风雨果然厉害 带我去拔舵 走到后烧 赤鹤舵手入舱 风势齐大 两名船夫 刚到桅杆边 便险些给吹下江去 紧紧抱住了桅杆 不敢离手 大风浪中 那小船忽然清澈 维小宝向左摔去 尖声大叫 心中痛骂 老叫话 出他妈的这古怪主意 你自己又不会游水 什么地方不好玩 却到这大风大雨的江中 来开玩笑 风大雨大 你妈妈的肚皮大 却不知谁是你爹 狂风夹着暴雨 一阵阵打进舱来 维小宝早已全身湿透 猛听得呼啦啦一声响 风帆落了下来 船身陡侧 维小宝向右撞去 砰的一声 脑袋撞上小鸡 胡想 我又没对不起胡大哥 为什么今日要淹死在柳江之中 哎呀 是了 我起这个事 就是存心不良 打了 有朝一日要欺骗他的主意 玉皇大帝 十殿阎王 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 微小宝诚心诚意 决击跟胡大哥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共享是摩福 他若娶了陈元月 难道我也 风雨声中 呼听得吴六旗 放开喉咙 唱其曲来 走江边 满腔愤恨 向谁演 老泪风吹灭 孤城一片 望旧木川 望旧木川 使尽残兵血战 挑出重围 故国卑劣 谁知哥霸 盛空言 长江一线 无头除围 路三千 尽归别姓 雨赴云辩 寒桃东卷 万事赴空焰 惊魂贤大赵 生族海天远 曲声从江上远送出去 风雨之声虽响 却压他不倒 马超兴在后烧 客彩不迭 叫道 好一个生族海天远 维小宝淡定的唱得慷慨激昂 也不知曲文是什么意思 心中骂道 你有这副好嗓子 却不去戏台上 做大画面 老叫花 放开了喉咙大叫 老爷太太 是说一些残庚冷饭 倒也饿不死你 呼听的远处江中 有人朗声叫道 前古南朝 作画传 伤心蓄泪 撒身穿 那叫声相隔甚远 但在大风雨中 清清楚楚地传来 足见那人内力伸展 维小宝一正之计 只听得马超兴叫道 是总舵主吗 兄弟马超兴在此 那边答道 正是 小宝在吗 我是陈锦南的声音 维小宝又惊又喜 叫道 师父 我在这里 但狂风之下 他的声音又怎传得出去 马超兴叫道 为相主在这里 还有洪顺堂 洪旗 吴相主 陈锦南道 好极了 难怪江上唱曲 高亢入银 声音中流露出 十分喜悦之情 吴六祈祷 属下洪旗老吴 参见总舵主 陈锦南道 自己兄弟 不必客气 声音渐进 他的坐船 向着这边驶来 风雨 物自卫些 维小宝从舱中 望出去 江上一片漆黑 一点火光 缓缓在江面上移来 陈锦南船上 点得有灯 过了好一会儿 火光一到近处 船头微微一沉 陈锦南已跳上船来 维小宝心想 师父到来 这次小面有救了 忙迎到舱口 黑暗中 看不见陈锦南面貌 大声叫了声师父再说 陈锦南拉着他手 走入船舱 笑道 这场大风雨 当真了得 你吓着了吗 维小宝道 还好 吴六旗和马超兴 都走进舱来参见 陈锦南道 我到了城里 知道你们在江上 便来寻找 想不到遇上这场大风雨 若不是吴大哥 意趣高歌 也真还找不到 吴六旗道 属下一时兴起 倒叫总舵主见笑了 陈锦南道 大家兄弟相称吧 吴大哥唱的是 才子孔上任 所做的新曲吗 吴六旗道 正是孔上任是在下的好友 他心存故国 谱了一套曲子 叫桃花扇 说的是南朝史阁部 抗清的故事 这支曲子 写的是史阁部 京中抗敌 沉江迅难 近年来 满清大兴文字域 孔兄弟这套曲子 不敢公开步入 在下平时 听孔兄弟唱得多了 此刻江上风雨大作 不禁唱了起来 陈锦南赞道 唱得好 果然是好 维霞宝心道 什么曲不好唱 却唱着倒霉曲 你要陈江 小弟数不奉陪 陈锦南道 那日在浙江嘉兴州中 曾听黄宗熙先生 吕刘良先生 顾炎武先生 三位江南名士 说到吴兄的事迹 兄弟甚是佩服 你我虽是同会兄弟 只是兄弟是凡 一直没能到广东相见 吴兄身份不同 亦不能北来 不以今日在此聚会 大为平生 吴六其道 兄弟入会以后 无日不想参见总舵主 江湖上有言道 平生不识陈锦南 就称英雄也枉然 从今天起 我可成为英雄了 陈锦南道 多诚江湖上朋友抬聚 好生惭愧 两人惺惺相惜 意气相投 放言纵谈平生报复 当时忘了周外风雨 谈了一会儿 风雨渐渐小了 陈锦南问起吴三桂之事 维小宝依依说了 遇到惊险之处 则不免加油天降一番 种种经过 连马超兴也是首次得吻 陈锦南听说 已拿到了蒙古使者 韩铁魔 真凭十句 吴三桂非倒大霉不可 十分欢喜 又听说 罗刹国要在北方响应吴三桂 夺取关外大片土地 不由得皱起了眉头 半赏不语 唯小宝道 师父 罗刹国人 红毛绿眼睛 倒也不怕 最多不像他们脸上多瞧就是了 他们的火气可真厉害 一枪轰来 热你英雄好汉 也抵挡不住 陈锦南道 我也正为此担心 吴三桂和达子拼个两败俱伤 正是天赐恢复汉家山河的良机 可是前门驱虎 后门进廊 赶走了达子 来个比达子更凶恶的罗刹国 又来占我锦绣江山 那便如何是好 吴六七问道 罗刹国的火气 当真没法子对付吗 陈锦南道 有一个人 两位可以见见 走到仓口 叫道 星珠 你过来 那便小船中有人应道 是 跳上船来 走入舱中 向陈锦南微微躬身 这人四十来岁年纪 身材瘦小 面目有黑 满是鹰汉之色 陈锦南道 见过了吴大哥 马大哥 这是我的徒弟 姓韦 那人抱拳行礼 吴六七等都起身还礼 陈锦南道 这位林星珠林兄弟 一直在台湾跟着我办事 很是得力 当年国姓爷打败红毛鬼 攻克台湾 林兄弟也是有功之人 韦小宝笑道 林大哥跟红毛鬼交过手 那好极了 罗刹鬼有枪炮火气 红毛鬼也有枪炮火气 林大哥定有法子 吴六七和马超兴 同时鼓掌 祈祷 韦兄弟的脑筋真灵 吴六七本来对韦小宝 并不如何重视 料下他不过是总舵主的弟子 才做到青木堂乡主的直思 青木堂近年来 虽建功不少 也不见得是因这小家伙之故 见他迷恋阿柯 更有几分比仪 这时却不由得有些佩服 这小娃见势好快 倒也有些本事 陈锦南微笑道 当年国姓爷攻打台湾 红毛鬼炮火厉害 果然极难递递 我们当时便构筑土地 把几千名红毛兵围在城里 断了城中水源 叫他们没水喝 红毛兵熬不住了 冲出来攻击 我们白天不战 只晚上跟他们劲斗 星珠当时怎声打法 跟大家说说 林星珠道 那是军师的神机妙算 陈锦南为正成功 献策攻台 克成大功 军中都称他为军师 唯小宝道 军师 见林星珠 眼望陈锦南 师父脸露微笑 已然明白 说道 啊 原来师父你是诸葛亮 诸葛亮军大破腾甲兵 陈军师大破红毛兵 林星珠道 国姓爷于永历十五年三月初一日即将 独率文武百官 亲军武卫 乘坐战舰 自撩罗湾放阳 二十四日到澎湖 四月初一日到达台湾路尔门 门外有潜滩数十里 红毛兵又凿沉了船 阻塞港口 咱们的战舰开不进去 正在无法可施的当 忽然潮水大涨 总兵将还生震天 逐渐涌进在水寨港登岸 红毛兵就带了枪炮来打 国姓爷对大伙说 咱们倘若后退一步 给赶入大海 那就死无葬身之地 红毛鬼枪炮虽然厉害 大伙都需奋勇上前 总兵将其奉号令 军师亲自领了我们冲锋 突然之间 我耳边好像打了几千百个霹雳 眼前烟雾弥漫 前面的兄弟倒了一大牌 大家一慌乱就逃了回来 围侠宝道 我第一次听见开红毛枪 也吓得一塌糊涂 林兴朱道 我正如眉头苍蝇般乱了手脚 只听军师大声叫道 红毛鬼放了一枪 要上火要装签子 大火冲啊 我忙领着众兄弟冲了上去 果然红毛鬼一时来不及放枪 可是刚冲到跟前 红毛鬼又放枪了 我立即滚在地下躲避 不少兄弟却给打死了 没法子 只得退了下来 红毛鬼却也不敢追赶 这一仗 阵亡了好几百兄弟 大家垂头丧气 一想到红毛鬼的枪跑 就心惊肉跳 围侠宝道 后来终于是军师想出了妙计 林兴术叫道 是啊 那天晚上军师把我叫了去 问我 林兄弟 你是武夷山地堂门的弟子是不是 我说是的 军师道 日里红毛鬼一放枪 你立即滚倒在地 身法很敏捷啊 我十分惭愧 说道 回军师的话 小将不敢贪生怕死 明日上阵 绝即不敢再滚倒躲避 舍了我大明官兵的威风 否则的话 你杀我头好了 维小宝道 林大哥 我猜军师不是怪你贪生怕死 是赞你滚地躲避的法子很好 要你传授给众兄弟 陈济南向他瞧了一眼 脸露微笑 迫有暂时之意 林兴术一拍大腿 大声道 是啊 你是军师的徒弟 果然是名师出高徒啊 维小宝笑道 你是我师父的部下 果然是强将手下吴若兵 众人都笑了起来 吴六旗暗暗点头 林兴术道 那天晚上 军师当真是这般吩咐 他说 你不可会错了意 我见你的 言轻十八番 松鼠草上飞的身法 挺合用 可以滚到敌人身前 用单刀 啄他们的腿 有一套地堂刀法 你练得怎样 我听军师 不是责骂我胆小怕死 这才放心 说到 回军师的话 地堂刀法 小将是练过的 当年师父说到 倘若上阵打仗 可以滚过去 啄敌人的马脚 不过 红毛鬼不骑马 只怕没用 军师道 红毛鬼虽没骑马 咱们啄他人脚 又何不可 我一听之下 恍然大悟 连说 是是 小将脑筋不灵 想不到这一点 微小宝微微一笑 心想 你师父 叫你这刀法 可啄马脚 你又以为 不能啄人脚 老兄的脑筋 果然不大灵光 林兴朱道 当时军师就命我 演了一遍这刀法 他赞我 练得还可以 说道 你的地堂门 刀法 身法 若没十多年的 寒暑之功 练不到这地步 但咱们明天就要打仗 大伙要练 是来不及了 我说 是 这地堂门刀法 小将练得不好 不过 的确 已练了十几年 军师说道 咱们赶住土地 用弓箭守住 你马上去交 重兵将 滚地上前 挥刀 砍足的法子 只需 交三四下招式 大伙熟练 就可以了 地堂门中 太深奥巧妙的武功 一概不用交 我接了军师将领 当晚 先去交了本队士兵 第二天一早 红毛鬼冲来 给我们一阵弓箭射了回去 本队士兵 把地堂刀法的基本五招 练会了 转去传授别队的官兵 军师又吩咐大伙 砍一下树枝 扎成一面面盾牌 好挡红毛兵的枪弹 第四日早上 红毛兵又大举冲来 我们上去迎战 滚地前进 只杀到红毛鬼 落花流水 战场上 留下了几百条毛腿 赤剑城守将 红毛头的左腿 也给砍了下来 这红毛头 不久就此投降 后来 再攻魏城 用的也是这法子 马超兴喜道 日后跟罗刹鬼子交锋打仗 也可用地堂功夫对付 陈进南道 情形有些不同啊 当年 在台湾的红毛兵 不过三四千人 死一个 少一个 罗刹兵如来禁犯 少说也有几万人 源源而来 杀不胜杀 再说 地堂刀法 只能用于近战 罗刹兵 如用大炮轰击 那也难以抵挡 吴六七点头称是 道 以军师之剑 该当如何 他听陈建南 对林兴术引荐之时 不称自己为乡主 虽想 林兴术与陈建南 同传而来 必已听到个人对答 但料来 他不是天地会中人 便也不以总多主相称 陈建南道 我中国地大人多 若无汉奸内应 外国人是极难打进来的 众人都道 正是 达子战我江山 全掌汉奸吴三桂带路 陈建南道 现今 吴三桂又去跟罗刹国勾结 他起兵造反之时 咱们先一鼓作气地 把他打垮 罗刹国没了内应 就没那么容易入侵 马超兴道 只是 吴三桂倘若垮得太快 就不能跟达子 打得两败俱伤 陈建南道 这也不错 但利害相权 比较起来 罗刹人比达子更可怕 维小宝道 是啊 满洲达子 也是黄皮肤 黑眼睛 扁鼻头 跟我们没什么两样 说的话也是一般 外国鬼子 红毛绿眼睛 说起话来鸡里咕噜 有谁懂的 众人谈了一会儿国家大事 天色渐明 风雨也已止血 马超兴港 大家一山都湿了 便请上岸去捅饮一杯 以驱寒气 陈建南道 这场大风将小船吹出三十余里 带他回到柳州 已近中午 众人在原来码头上岸 只见一人飞奔过来 叫道 相公 你 你回来了 正是双儿 他全身 湿淋淋淋的 脸上满是喜色 维小宝问 你怎么在这儿 双儿道 昨晚大风大雨 你坐了船出去 我好生放心不下 只盼相公早些平安回来 维小宝气道 你一直等在这里 双儿道 是 我 我 只担心 维小宝笑道 担心我坐得船沉了 双儿低声道 我知道你福气大 船是一定不会沉的 不过 不过 码头旁 一个船夫笑道 这位小总爷 昨晚半夜三更里 风雨最大的时候 要顾我们的船出江 说是要寻人 先说 给五十两银子 没人肯去 他又加到一百两 张老三贪钱 打允了 可是刚要开船 哗哗一声 大风吹断了桅杆 这么一来 可谁也不敢去了 他急得 直大哭 维小宝心下感动 握住双儿的手 说道 双儿 你对我真好 双儿张红了脸 低下头去 一行 来到马超兴的下处 换过衣衫 陈济南吩咐马超兴 派人去打听郑公子 和冯熙范的下落 马超兴答应了 派人出去访茶 跟着禀报 家后堂的事物 马超兴摆下严席 请陈济南做了首席 吴六七做了次席 要请韦小宝做第三席时 韦小宝道 林大哥攻破台湾 地堂刀 大砍红毛火腿 立下如此大功 兄弟就是站着陪他喝酒 也是心甘情愿 这样的英雄好汉 兄弟怎敢做他上手 拉着林兴珠做了第三席 林兴珠大喜 心想军师这个徒弟年纪虽小 可着实够朋友 沿袭散后 天地会四人又在相防议事 陈济南吩咐道 小宝 你有大事在身 你我师徒这次仍不能多聚 明天你就北上吧 韦小宝道 是 只可惜这一次 又不能多听师父教诲 我本来还想听吴大哥 说说他的英雄事迹 也只好等打平吴三鬼之后 再听他说了 吴六奇笑道 你吴大哥没什么英雄事迹 平生坏事倒是做了不少 当年 若不是丐帮孙长老 一场教训 直到今日 我还是在围虎作仓 给达子卖命呢 韦小宝取出吴三鬼 所赠的那只羊枪 对吴六奇道 吴大哥 你这么远路来看兄弟 实在感激不尽 这把罗刹国羊枪 请你留念 吴三鬼本来送他两只 另一只 韦小宝在领出木剑瓶时 交给了下国想做凭证 此后匆匆离颠 不及要回 吴六奇卸了结果 以法装上火药铁弹 点火 向着亭中施放一枪 火光一闪 砰的一声大响 亭中的青石板石屑纷飞 众人都吓了一跳 陈建南皱起眉头 心想 罗刹国的火气竟这般犀利 倘若兴兵进犯 可真难以抵挡 韦小宝取出四张五千两银票 交给马超兴 笑道 马大哥 凡你代为请贵堂众伟兄弟喝一杯酒 是我青木堂一点小意思 马超兴笑道 两万两银子可太多了 喝三点酒也喝不完 谢过收了 韦小宝跪下 向陈建南磕头辞别 陈建南伸手扶起 拍摆他肩膀 笑道 你很好 不枉了 是我陈建南之徒 韦小宝和他站得近了 看得分明 见他两鬓斑白 神则憔悴 想是这些年来奔走江湖 大受风霜之苦 不由得心下难过 要想送些什么东西给他 寻思 师父是不要银子的 珠宝玩物 他也不爱 师父武功了得 也不稀罕我的匕首和宝衣 突然间一阵冲动 说道 师父 有件事 要禀告你老人家 吴六齐和马超兴 指他师徒俩有话说 便即退出 韦小宝伸手 到贴柔衣袋内 磨出一包卧室 解开附在包外的细绳 揭开一层油布 再揭开两层油纸 露出 从八部四十二章经 封皮中 取出了那些碎羊皮 说道 师父 弟子没什么东西 孝敬你老人家 这包碎皮 请你收了 陈济南 甚感奇怪 问道 这是什么 维小宝于是说了 碎皮的来历 陈济南越听 脸色越郑重 听得太后 皇帝 敖拜 青海大喇嘛 独避尼九曼 神龙教主 等等大有来头的人物 无不处心积虑地 想得到这些碎皮 而其中竟隐藏着满清达子龙脉和大宝藏的秘密 当真做梦也想不到 他细问经过情形 维小宝 已说了 有些细节 如神龙教教主交招 拜九难为师等情 自然略过不提 陈济南沉吟半上 说道 这包东西 为师非同小可 我师徒俩带领会中兄弟 去掘了达子的龙脉 取出宝藏 行兵起义 自时不是奇功 不过 我即将回台 夜见王爷 这包东西 带在身边 海盗来回 火空有失 此刻 还是你收着 我回台之后 便来北京跟你相会 那时在共图大事 维小宝道 好 那么请师父尽快到北京来 陈济南道 你放心 我片刻也不停留 小宝 你师父毕生奔波 为的就是图谋兴富名事 眼间日子一天天过去 百姓对前朝渐渐淡忘 达子小皇帝 施政又很妥善 兴富大业 越来越渺茫 想不到 吴三鬼终于要起兵造反 而你又得了这份藏宝图 那真是天大的转机 说到这里 不由得喜意眉梢 他本来神情郁郁 显得满怀心事 这是精神大振 维小宝 瞧着十分欢喜 陈济南又问 你身上中的毒怎么样了 减轻些了吗 维小宝道 弟子弗洛神龙教 红教主给的解药 毒性是完全解躯了 陈济南喜道 嗯 那好极了 你这一双尖头 挑着反清复明的万斤重担 我须自己保重 说着 双手按住他肩头 维小宝道 是 弟子乱七八糟 什么也不懂的 得到这些碎皮片 也不过碰上运气罢了 每一次都好比我坐庄 吃了闲家的家棍 天杠吃天杠 憋食吃憋食 吃得舒舒服服 陈济南微微一笑 道 你回到北京之后 半夜里拴住了门窗 慢慢把这些皮片拼僵起来 凑成一图 然后将图形牢牢记在心里 记得烂熟再无错误之后 又将碎皮拆乱 包成七八包 藏在不同的所在 小宝 一个人运气有好有坏 不能老是一帆风顺 如此大事 咱们不能专靠好运道 唯小宝道 师父说的不错 好比我堵牌酒做庄 现今已赢了八铺 如果一记通赔 这包碎皮片给人抢去了 且不全军覆没 铲了我的庄 因此连赢八铺之后就要下庄 陈静南心想 这孩子赌性真重 微笑道 你懂得这道理就好 赌钱输赢 没什么大不了 咱们图谋大事 就算把性命送了 那也是等闲之事 但这包东西 天下千千千万万人的身家性命都在上面 可万万输不得 唯小宝道 是啊 我赢定之后 把银子碰回家去 埋在床底下 斩手指不堵了 那就永远输不出去 陈静南走到窗边 抬头望天 轻轻说道 小宝 我听到这消息之后 就算立即死了 心里也欢喜得见 唯小宝心想 网儿见到师父 他总是精神十足 为什么这一次老是想到要死 问道 师父 你在严平郡王府办事 心里不大痛快 是不是 陈静南转过身来 连有诧异之色 问道 你怎知道 唯小宝道 我见师父 似乎不大开心 但想世上再为难的事情 你也不放在心上 江湖上英雄好汉 又个个对你十分敬重 我想你连皇帝也不怕 普天之下 只郑王爷一人能给你弃手 陈静南叹了口气 隔了半上 说道 唉 王爷对我一向理敬有加 十分倚重 唯小宝道 嗯 定是郑儿公子这家伙 向你败他妈的臭架子 陈静南道 当年国姓爷带我恩重如山 我早誓死相报 对他郑家的事 那是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郑儿公子年纪轻 就有什么言语不当 我也不放在心上 王爷的世子英名爱重 不过乃是庶出 维小宝不懂 问道 什么庶出 陈静南道 庶出就是并非王妃所生 维小宝道 啊 我明白了 是王爷的小老婆生的 陈静南觉得出言粗俗 但想他没读过书 也就不加理会 说道 是啦 当年国姓爷逝世 跟这件事也很有关联 因此 王太妃很不喜欢世子 一再吩咐王爷 要废了世子 离二公子做世子 维小宝大摇其头 说道 二公子糊涂没用 又怕死 不成了 这家伙是个混蛋 农包 他骂得混账王八蛋 那天 他还要害死 师父您老人家呢 陈静南脸色微微一沉 赤道 小宝 嘴里放干净些 你这不是在骂王爷吗 维小宝啊的一声 按住了嘴 说道 该死 我妈的这三字 可不能随便乱骂 陈静南道 两位公子比较起来 二公子 确实处处 急不上他哥哥 不过相貌端正 嘴头又甜 横讨得祖母的欢喜 维小宝一拍大腿 说道 是啊 父道人家 什么也不懂 见了个会拍马屁的小白脸 就当是宝贝了 陈静南不知 他一指阿科 摇了摇头 说道 改离世子 王爷是不大运的 文武百官 也都劝王爷不可改例 因此 两位公子固然兄弟失和 太妃和王爷 母子之间 也常为此争执 太妃有时心中气恼 还叫了我们去训斥一顿 唯小宝道 这老 他老婊子三字 险些出口 总算及时缩住 忙改口道 老太太们年纪一大 这就糊涂了 师父 郑王爷的家事 你既然理不了 又不能得罪他们 索性 给他来个个人自扫门前雪 别管他家 瓦上霜 陈建南叹道 我这条命不是自己的了 早已卖给了国姓爷 人生于是受恩当报 当年国姓爷以国事待我 我须当以国事相报 眼前王爷身边 人才日渐凋落 我绝不能独善其身 舍他而去 哎 大业艰难 也不过做到 如何便如何罢了 说到这里 又有些异性萧索起来 维邪宝想说些话来宽慰 却一事无从说起 过了一会儿 说道 昨天我们本来想把郑克爽这么 说着举起手来 一掌斩落 一刀两断 倒也干净爽快 但马大哥说 这样一来 可叫师父难以做人 负个什么 死主的罪名 陈建南叹 是氏主 马兄弟这话说得很对 倘若你们杀了郑公子 我怎有面目去见王爷 他日九泉之下 也见不了国姓爷 唯小宝道 师父 你几时带我去瞧瞧 郑家这王太妃 对付这种老太太 弟子倒有几下散手 心想 自己把贾太后这老婊子 收拾得服服帖帖 连皇太后也对付得了 区区一个王太妃 又何足道载 陈建南微微一笑 说道 胡闹 拉着他手走出房去 当下 维小宝向师父 吴六齐 马超兴告辞 吴马二人送出门去 吴六齐道 维兄弟 你的小丫头双尔 我也跟他摆了靶子 结成了兄妹 维小宝和马超兴都吃了一惊 转头看双尔时 只见他低下了头 红韵双颊 神色 甚是扭泥 维小宝笑道 吴大哥 好会说笑话 吴六齐正则道 不是说笑 我这个义妹 忠肝义胆 胜于虚眉 正是我辈中人 左哥哥的 对他好生相敬 我见你 跟百圣盗王 胡一只 拜靶子 拜得挺有劲 我剑样学样 于是 要跟双尔拜靶子 他可说什么也不肯 说是高攀不上 我一个老教花 有什么高攀低攀了 我非拜不可 他只好大允 马超兴道 刚才 你两位在那边房中说话 原来是商量派靶子的事 吴六齐道 正是 双尔妹子 叫我不可说出来 结拜兄妹 光明正大 有什么不能说的 维小宝听他如此说 才知是真 看着吴六齐 又看看双尔 很是奇怪 吴六齐道 维兄弟 从今而后 你对我这一昧 可得另眼相看 倘若得罪了他 我可要跟你过不去 双尔盲道 不 不会的 相公他 他带我很好 维小宝笑道 哈哈 有你这样一位大哥成腰 羽皇大帝 阎罗老子 也不敢得罪他了 哈哈 三人哈哈大笑 拱手而别 维小宝回到下处 问起拜靶子的事 双尔很害羞 说道 这位吴 吴爷 维小宝道 什么吴爷 大哥就是大哥 拜了靶子 难道还能不算数吗 双尔道 是 他说 觉得我不错 定要跟我结成兄妹 从怀里 取出那把羊枪 说道 他说 身上没带什么好东西 这把羊枪 是相公送给他的 他转送给我 相公 还是你带着防身吧 维小宝连连摇手 道 哎 是你大哥 给你的 又怎可还我 想起吴六旗 行使出人意表 不由得嘖嘖称旗 又想 他名字叫六旗 难怪难怪 不知另外五旗是什么 一行人 一路缓缓回京 路上 九难传了维小宝 一路全法 叫他练习 但维小宝 浮动跳脱 说什么也不肯 专心学武 九难吩咐他誓言 但仅他图具架势 却半分真实功夫 也没学到 叹道 你我虽有师徒之名 但敲你性子 是不是学武的材料 这样吧 我铁剑门中 有一项神行百变功夫 是我恩师 穆桑道人所创 乃天下 清宫之首 这项清宫 是以高身内功为根基 让你也不能领会 你没一门傍身之际 日后遇到危难 如何得了 我只好教你一些逃跑的法门 维小宝大喜 说道 脚底能抹油 大家不用愁 师父教了我逃跑的法门 那定是谁也追不上的了 九难 微微摇头 说道 神行百变 世间无双 当年威慑武林 今日 却让你用来脚底抹油 恩师地下有之 定不肯认你 这个没出息的徒孙 不过除此之外 我也没什么 你学的会的本事 传给你 维小宝笑道 师父 输了我这个没出息的徒儿 也算是倒足了大霉 不过赌钱 有输有赢 师父这次运气不好 输了我这徒儿 算是大输一趟 老天爷有眼 保佑师父以后 连赢八场 再收八个 为真天下的好徒儿 九难 黑黑一笑 拍拍他肩头 说道 也不一定 武功好就是人好 你性子不喜学武 这是天性施然 无可免讲 你除了油腔滑掉之外 总也算是我的好徒儿 维小宝大喜 心中一阵激动 便想将那些碎羊皮 取出来 交给九难 随即心想 这些皮片 我既已给了男师父 便不能再给女师父了 好在 两位师父都是在想 赶走鱼子 光复汉人江山 不论给谁都是一样 当下 九难将神形百变中 不需内功根基的 一些身法不法 说给维小宝听 说也奇怪 一般全法长法 他学识浅尝极止 不肯用心钻研 这些逃跑的法门 他却大感兴趣 一路上学得津津有味 一空下来 遍及练习 有时还要轻功卓绝的 徐天川 在后追赶 自己东跑西窜的逃避 徐天川见的身法奇妙 好生佩服 初始几下子就追上了 但九难不断传授新的诀窍 道德直立省静 徐天川说什么 也已追他不上了 九难见他与神形百变 这项轻功颇有缘分 倒也大出意料之外 说道 看来你天生是个 逃之夭夭的胚子 维小宝笑道 弟子练不成身形百变 练成身形抹油 总算不是一事无成 他冲了一碗新茶 碰到九难面前 问道 师父 师祖穆桑道人 既是是 当今天下 自以你老人家武功第一了 九难摇头道 不是 天下武功第一六字 何敢妄称 眼望窗外 悠悠的道 有一个人 称得上天下武功第一 维小宝盲问 那是谁 弟子定要拜见拜见 九难道 他 他 突然眼圈一红 漠然不语 维小宝道 这位前辈是谁 弟子日后 倘若有缘见到 好恭恭敬敬地 向他磕几颗头 九难挥挥手 叫他出去 维小宝甚为奇怪 慢慢得了出去 心想 师父的神色 好生古怪 难道这个天下武功第一支人 是他的老拼头吗 九难 这时心中所想的 正是那个远在万里海外的 袁承治 他在牧桑门下苦苦等候 袁承治 却始终 赴约不来 原来 袁承治 以恩义为重 不肯付了旧情人 隐生生地 忍心割舍了 对九难的一番深情 九难多年来 这番情谊深藏心底 这时 却又给维小宝 聊拨了起来 此日 维小宝去九难房中请安 却见他以不别而去 留下了一张字条 维小宝拿去 请徐天川一念 原来 纸条上只写着 好自为之 四个字 维小宝心中 一阵畅往 又想 昨天我问师父 谁是天下武功第一 莫非这句话得罪了他 不一日 一行人来到北京 剑林公主和维小宝 同去夜见皇帝 康熙早已接到奏章 以父旨 准许无英雄 来今完婚 这时 见到妹子和维小宝 心下甚喜 剑林公主 扑上前去 抱住了康熙 放声大哭 说道 不用凶那小子 欺辱我 康熙笑道 这小子如此大胆 带我打他屁股 他怎么欺辱你了 公主哭道 你问小柜子好了 他欺辱我 他欺辱我 皇帝哥哥 你非给我做主不可 一面哭 一面连连顿足 康熙笑道 好 你且回自己屋里 去歇歇 回来问小柜子 见宁公主 早就和维小宝商议定当 见了康熙之后 如何奏报无英雄 无礼之事 一等公主退出 维小宝便详细说来 康熙皱了眉头 一言不发地听完 沉思半生 说道 小柜子 你好大胆 维小宝吓了一跳 忙道 奴才不敢 康熙道 你跟公主串通了 胆敢骗我 维小宝道 没有啊 奴才 怎敢 蒙骗皇上 康熙道 无英雄 对公主无礼 你自然并未亲见 只能凭了公主 一面之词 就如此向我奏报 维小宝心道 怪怪不得了 小皇帝好声厉害 敲出了其中破绽 忙跪下磕头 说道 皇上名见万里 无英雄 对公主如何无礼 奴才果然没亲见 不过当时 许多人站在公主窗外 大家都亲耳听见的 康熙道 那更加胡闹了 无英雄这人 我见过两次 他精明能感 是个人才 他又不很年轻了 房里还少得了 美貌机器 怎会大胆狂妄 对公主无礼 公主的脾气 我还不知道 定是他 跟无英雄争吵起来 割了 割了他妈的卵蛋 说到这里 忍不住哈哈大笑 维小宝也笑了起来 站起身来 说道 这种事情 公主是不便细说的 奴才自然也不敢多问 公主怎么说 奴才就怎么禀告 康熙点点头 道 那也说的是 无英雄这小子受了委屈 你长下纸去 叫他们在京里 择日完婚吧 满了月之后 再回云南 维小宝道 皇上完婚不打紧 吴三桂 这老小子要造反 可不能让公主 回云南去 康熙不动声色 点点头道 吴三桂果然要反 你见到什么 维小宝于是 将吴三桂 如何跟西藏 蒙古 罗刹国 神龙教 诸方勾结的情形 一一说了 康熙 神色正重 沉吟不语 过了好一会儿 猜到 这奸贼 竟勾结了这许多外援 维小宝也早知 这是十分棘手 不敢作声 再过一会儿 康熙又问 后来怎样 维小宝说道 已将蒙古王子的使者 侵来 述说自己如何假装 吴三桂的小儿子 而骗出真相 吴应雄 如何想夺回 韩铁魔 在公主住处放火 反而惨遭阉割 自己又如何派遣 不如 化妆为王府家将 在妓院中 争风吃醋 假装 杀死 韩铁魔 康熙听得悠然神网 说道 这道好玩得紧 又道 吴三桂这人 我没见过 那日宫中 传出父王 并天的讯息 吴三桂 带了重兵 来经祭拜 我原想要见他一见 可是 几名顾名大臣 逢他拥兵入京 忽然生变 要他在北京城外 打了孝鹏败祭 不许他进北京城 说道这里 站起身来 来回踱步 说道 敖拜这次 简是极不明白 倘若担心 吴三桂入京生变 只是下旨 要他父子入京败祭 大军 驻扎在城外 他还能有什么作为 他如不敢进城 那是他自己 礼数缺了 不许他进城 那明明是跟他说 我们怕了你的大军 怕你进京造反 你还是别进来吧 嗨 示弱之至 吴三桂之朝廷 对他一计 又怕了他 岂有不反之理 他的反谋 只怕就重阴于此 维小宝 听康熙这么一剖析 打从心坎里 佩服出来 说道 当时 倘若他见了皇上 皇上好好 开导他一番 说不定 他便不敢造反了 康熙摇头道 那时我年纪又小 不懂军国大事 见了之后 没什么厉害的话 跟他说 他敲我不起 说不定反得更快 当下 详细询问 吴三桂的 行贸举止 又问 他书房 那张白老虎皮 到底是怎样的 维小宝 大为奇怪 描述了那张 白老虎皮的模样 说道 皇上 连这等小事也知道 康熙微笑不语 又问起 吴三桂的兵马部署 左右用事之人 及十大总兵的 性情才干 问话之中 显得对吴三桂的情状 所知甚详 手下大将 哪一个贪钱 哪一个好色 哪一个勇敢 哪一个糊涂 无不了然 维小宝既精且配 说道 皇上 你没去过云南 可是平溪王 府内府外的事情 知道的比奴才还多 突然恍然大悟 道 啊 是了 皇上在昆明 派的有不少探子 康熙笑道 这叫做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啊 他一心想要造反 难道咱们就毫不理会 小龟子 你这趟功劳很大 探明了吴三桂 跟西藏 蒙古 罗刹国勾结 这桩大秘密 我那些探子就查不到 他们只能查小事 查不到大事 维小宝全身骨头大青 说道 那全战皇上 红服齐天 康熙道 把那寒铁魔带进宫来 让我亲自审问 维小宝答应了 率领十名日前侍卫 将韩铁魔送到上书房来 康熙一见到 便以蒙古话相寻 韩铁魔听到蒙古话 既感惊奇 又觉亲切 见到宫中的派世 再也不敢隐瞒 一无一时地说了实情 康熙一连问了两个多时辰 除蒙古和吴三桂勾结的详情外 又细问蒙古的兵力部署 钱粮物产 山川地势 风土人情 以及蒙古各旗王公 谁精明 谁平庸 相互间 谁跟谁有仇 谁跟谁有亲 维小宝在旁室后 听他二人几里咕噜地说个不休 韩铁魔一时显得十分佩服 一时又显得害怕 到最后跪下来补住磕头 似是感恩之急 康熙一名玉前侍卫 但已下去监禁 一名小太监送上一碗参汤 康熙接过来喝了 对小太监道 你给维副总管也真一碗来 维下宝磕头谢恩 喝了参汤 只听到书房外 脚步响声 一名小太监道 骑兵皇上 南怀人 汤若望 事后皇上 康熙点点头 小太监 传呼出去 进来了两个身材高大的外国人 跪下 向康熙磕头 维下宝大事奇怪 怎么有外国鬼子来到宫里 真是奇灾怪也 两个外国人叩拜后 从怀中 各取出一本书卷 放在康熙桌上 那个年纪较轻 名叫南怀人的外国人道 皇上 接咱们再说大炮发射的道理 维下宝听他一口精片子 清脆流利 不由得一的一声 惊奇之极 心道 哎呀 稀奇稀奇 真稀奇 鬼子不会放羊屁 康熙向他一笑 低头瞧桌上书卷 南怀人站在康熙之侧 手指卷侧解释了起来 康熙听到不懂的所在 便急发问 南怀人讲了半个时辰 另一个老年白胡子外国人 汤若旺 接着讲天文历法 也讲了半个时辰 两人磕头退出 康熙笑道 外国人说咱们中国话 你听得很稀奇 是不是 维小宝道 奴才本来很奇怪 后来仔细想想 也不奇怪了 圣天子 百神呵护 罗刹国 图谋不轨 上天便降下两个 会说中国话的羊鬼子 来辅佐圣朝 制造枪炮火器 扫平罗刹 康熙道 你心思倒也机灵 不过羊鬼子会说中国话 却不是天生的 那个老头 在前明天启年间 就来到中国了 他是日耳曼人 那年轻的是比利时人 是顺治年间来的 他们都是耶稣会教士 来中国传教的 要传教就得学说中国话 维小宝道 原来如此 奴才一直在担心 罗刹的火器厉害 今天一听着外国人 什么大炮短冲 说得头头是道 这可就放心了 康熙在书房中 缓缓夺步 说道 罗刹人是人 我们也是人 他们能造枪炮 我们一样也能造 只不过 我们一直不懂这法子罢了 当年 我们跟明朝在辽东打仗 明兵有大炮 我们吃了些苦头 太祖皇帝 就为炮火所伤 龙玉宾天 可是明朝的天下 还不是给我们拿下来了 可见枪炮是要人来用的 用的人不争气 枪炮再厉害 也是无用 维小宝道 原来明朝有大炮 不知这些大炮 现下在哪里 咱们拿了去轰 吴三桂那老小子 轰他个一佛出世 二佛升天 康熙微微一笑 说道 明朝的大炮 就只那么几尊 都是向澳门红毛人买的 但是买鬼子的枪炮 那可不管用 倘若跟鬼子打仗 他们不肯卖了 岂不糟糕 咱们得自己造 那才不怕 别人治咱们死命 维小宝道 对急对急 皇上还怕这些 耶稣会教士 造西北货骗你 因此 自己来弄明白这个道理 从今而后 任那鬼子 说到天花乱坠 七荤八素 都骗不了你 康熙道 嗯 你明白我的心思 这些造枪炮的道理 也真烦难得解 但是练那上等晶铁就大大不易 维小宝自告奋勇 说道 皇上 我去给你把北京城里城外的铁匠 一股脑袋都叫了来 大伙儿拉起风箱 胡扯胡扯 练它几百万斤 上好晶铁 康熙笑道 你在云南之时 我们已练成十几万斤晶铁了 唐若旺和南淮人正在尖造大炮 即使你跟我去瞧叫 维小宝喜道 那可太好了 忽然想起一事 说道 皇上 外国鬼子居心不良 咱们可得提防一二 那造炮的地方又有火药 又有铁器 皇上自己别去 奴才给你去监督 康熙道 那倒不用担心 这件事情观设到国家气韵 如不是亲眼瞧着 终不放心 南淮人忠诚耿直 唐若旺的老命是我救的 他感激得不得了 这二人绝不会起什么异心 维小宝道 皇上居然救了外国老鬼子的老命 这可奇了 康熙微笑道 康熙三年 唐若旺说 青天间推散日食有物 和青天间的汉官双方击变 青天间的汉官阳光仙变不过 就找他的岔子上了一道奏章 说道 唐若旺制定的那部大清实现力 一共只推散了二百年 可是我大清得上天眷佑 胜作无疆 万万年的江山 唐若旺只进二百年里 那不是这我大清只有二百年天下吗 维小宝伸了伸舌头 说道 厉害厉害 这外国老鬼会算天文地理 却不会算做官之人的手段 康熙道 可不是吗 那时候傲拜当政 这家伙糊里糊涂 就说唐若旺 咒诅朝廷 该当凌迟处死 这道旨意送给我瞧 可给我看出了一个破绽 维小宝道 康熙三年 那时你还只十岁啊 已经瞧出了其中有诈 当真是圣天子聪明智慧 自古少有 康熙笑道 你马屁少拍 其实这道理说来也浅 我问傲拜 这部大清实现历是几时做好的 他说不知道 下去查了一查 回奏说道 是顺治十年做好的 当时先帝下旨嘉奖 赐了他一个通玄教师的封号 我说 是啊 我六七岁时 就已在书房里 见过这部大清实现历了 这部历书已做成了十年 为什么当时大家不说他不对 这时候争他不过 便来翻他的老账 那可不公道啊 傲拜想想倒也不错 便没杀他 将他关在牢里 这件事我后来也忘了 最近南淮人说起 我才下旨放了他出来 唯小宝道 奴才 去叫他花些心思 做一部大清万年立出来 康熙笑了几声 随即正色道 我读前朝史书 凡是爱惜百姓的 必定享国长久 否则 尽说些吉祥话 又有何用 自古以来 人人都叫皇帝做万岁 其实别说万岁 遵享一百岁的皇帝 也没有啊 什么万寿无疆 都是骗人的鬼话 父皇 尊尊叮嘱我 要我遵行 永不家父的训誉 我细细想来 只要遵守这四个字 我们的江山 就是铁打的 什么洋人的大炮 吴三桂的兵马 全都不用担心 维夏宝不明白 这些治国的大道理 只诺诺连声 取出从吴三桂那里 到来的那部 正兰旗四十二章经 双手献上 说道 皇上 这部经书 果然让吴三桂 这老小子给吞没了 奴才在他书房中见到 便给他来个顺手牵羊 物归原主 康熙大喜 说道 很好很好 太后老是挂念的这件事 我去献给他老人家 拿去太妙分化了 不管其中有什么秘密 从此再也没人知道 唯小宝心道 你伤了最好 这叫做会尸灭迹 我到了京中 碎皮片的事 就永远不会发觉了 他回到了自己 紫爵府 天黑之后 拴上了门 取出那包碎皮片 叫双尔过来 说道 有一张水魔功夫 你给我坐坐 吩咐他将几千片 碎皮片拼凑成图 双尔伏在岸上 慢慢对着剪痕 一片片的拼凑 但数千片碎皮片 乱成一团 要凑成原状 当真谈何容易 维小宝初始 还坐在桌边 出些主意 东拿一片 西拿一片 帮着拼凑 但搞了半天 连两片相连的皮片 也找不出来 一性索然 静自去睡了 次日醒来 只见外边房中 屋子点着蜡烛 双尔手里 拿着一片碎皮 整正正的凝丝 维小宝 走到他身后 挖的一声大叫 双尔吃了一惊 跳起身来 笑道 你醒了 维小宝道 这些碎皮片 可磨人的解 我又没赶着药 你怎地一晚不睡 快去睡吧 双尔道 好 我先收拾起来 维小宝件桌上 一张大白纸上 已用绣花针 钉了十一二块皮片 拼在一起 全然吻合 西道 你找到好几片了 双尔道 就是开头最难 现下 我也明白了一些道理 以后 就会拼得快些 将碎皮片 细心包在油布包里 连同那张大白纸 锁入一只金漆箱中 维小宝道 这些皮片很有用 可千万不能让人偷了去 双尔道 我整日守在这里 不离开半步便是 就是怕睡着出了事 维小宝道 不妨 我去调一小队 萧气营军事来 守在屋外 给你保驾 双尔微笑道 那就放心得多了 维小宝见他一双妙目中 微有红丝 足见昨晚 甚是劳粹 心生怜惜 说道 快睡吧 我抱你上床去 双尔羞得满脸通红 连连摇手 道 不 不 不好 微笑宝笑道 有什么好不好的 你帮我做事 辛苦了一晚 我抱你上床 有什么打紧 说着伸手 说着伸手便抱 双尔吸的一声笑 从他手臂下钻了过去 维小宝连抱几次都抱了个空 自知轻身功夫 远不及他 远不及他 远感沮丧 叹了口气坐倒在椅上 双尔笑意淫地走近 说道 先服侍你惯喜 吃了早点 我再去睡 维小宝摇头不语 双尔见他不快 心感不安 低声道 相公 你 你生气了吗 维小宝道 不是生气 我的轻功太差 师父教了许多好法门 我总是学不会 连你这样一个小姑娘 也做不到 有什么屁用 双尔微笑道 你要抱我 我自然要拼命地逃 维小宝突然一纵而起 叫道 我非抓到你不可 张开双手向他扑去 双尔咯咯一笑 侧身避开 维小宝假意向左方一扑 带他逃向右方 以伸手扭住了他山脚 双尔啊的一声呼叫 生怕给他扯烂了山子 不敢用力挣脱 维小宝双臂拦腰 将他抱住 双尔只是嬉笑 维小宝右手 抄到他腿弯里 将他横着抱起 放到自己床上 双尔满脸通红 叫道 相公 你 你 维小宝笑道 我什么 拉过被子盖在他身上 俯身在他脸上轻轻一吻 笑道 快合上眼 睡吧 转身出房 带上了门 心道 这丫头怕我啄脑 故意让我抱住的 来到厅上 吩咐亲兵传下令去 调一对萧綦营军士 来自己防外守卫 这几天之中 他将云南带来的金银礼物 分送 宫中嫔妃 王公大臣 侍卫 太监 心中盘算 若说是五三贵宋的 倒让人领了这老小子的情 不如让老子自己来做好人 于是 吴三贵几十万两金银 都成了钦差大枕 萧綦营都统 为小宝的礼物 收礼之人自是好平朝永 宫中朝中都说皇上 当真圣名 所提拔的这个少年都统 精明干练 居官得体 这些日子中 双儿每日都在拼凑破碎羊皮 一找到吻合无物的皮片 便用绣花针盯住 维小宝每晚观看 见拼成的图形越来越大 图中所惠 果然都是山川地形 图上住着弯弯曲曲的文字 双儿道 这些都是外国字 我可一个也不识 维小宝在宫中住的久了 却知写的是满洲字 反正连汉字他也不识 图中所写 不论是什么文字 也都不放在心上 道德第十八天晚上 维小宝回到屋里 就见双儿满脸喜容 他伸手摸了摸他下巴 问道 什么事这样开心 双儿微笑道 相公 你倒猜猜看 昨晚临睡之时 维小宝剑只余下二三百片碎片 尚未拼起 这门拼凑功夫 每拼起一片 余下来的少了一片 就容易了一分 最初一两天最是艰难 一个时辰之中 未必能找到两片相吻合的碎皮 到后来便进展迅速了 他撂想双儿已将全图拼起 是以洗衣眉梢 笑道 让我猜猜看 定是你裹了几只胡粥粽子给我吃 双儿摇头道 不是 维小宝道 你在地下捡到了一件宝贝 双儿道 不是 维小宝道 你义兄 从广东带了好东西来送给你 双儿道 不是 路这么远 怎会送东西来啊 维小宝道 嗯 庄家三少奶烧了心来 双儿摇摇头 眉头微醋 轻声道 没有 庄家三少奶 他们不知好不好 我常常想着 维小宝叫道 啊 我知道了 今天是你生日 双儿微笑道 不是的 我生日不是今天 维小宝道 是哪一天 双儿道 是九月十日 忽然脸上一红 道 我忘记了 维小宝道 你骗人 自己生日怎会忘记了 哎 对了对了 一定是这个 你在少林寺的那个老和尚朋友 瞧你来了 双儿扑吹一笑 连连摇头 说道 相公说话真好笑 我有什么少林寺的老和尚朋友 你才有了 维小宝 扫扫头皮 陈寅道 这也不是 那也不是 这可难猜了 我本来想猜 是不是你已拼好了图样的 不过昨晚见到还有二三百片没拼起 最快也总得再有五六天时光 双儿双眼中闪耀着喜悦的光芒 微笑道 倘若偏偏是今天拼起了呢 维小宝摇摇头道 你骗人我才不信 双儿道 相公 你来瞧瞧 这是什么 维小宝跟着他走到桌边 只见桌上大白布上 钉满了几千枚绣花针 几千块碎片 已拼成一幅完整无缺的大地图 难得的是 几千片碎皮拼在一起 既没多出一片 也没少了一片 维小宝大叫一声 反手将双儿一把抱住 叫道 大功告成 亲个嘴 说着向他嘴上吻去 双儿羞得满脸通红 头一侧 维小宝的嘴 吻到了他耳垂上 双儿直觉全身酸软 惊叫 不 不要 维小宝笑着放开了他 拉着他手 和他并肩 看那图形 不住口地嘖嘖称赞 说道 双儿 若不是你帮我办这件事 要是我自己来干呢 就算拼上三年零六个月 也不知拼不拼得成 双儿道 你有多少大事要办 哪有时光做这种笨功夫 维小宝道 哎呀 这是笨功夫吗 这是天下 最聪明的功夫了 双儿听他称赞 甚是开心 维小宝指着图形 说道 那这是高山 这是大河 指着一条大河转弯处 聚在一起的八个颜色小圈 说道 全幅地图都是墨笔画的 这八个小圈却有红有白 有黄有蓝 还有黄圈像红边的 啊 是了 这是满洲人的八旗 这八个小圈的所在 定然大有古怪 只不知山是什么山 河是什么河 双儿取出一叠薄棉纸来 一共三十几张 每一张上都写了弯弯曲曲的满洲文字 交给维小宝 维小宝道 这是什么 是谁写的 双儿道 是我写的 维小宝又惊又喜 道 原来你诗的满洲字 前几天还骗我呢 说着张开双臂 做事要报 双儿急忙逃开 笑道 没骗你 我不诗满洲字 这是将宝纸印在图上 一笔一画印着写的 微小宝喜道 嗯 妙计妙计 我拿去叫满洲师爷认了出来 注上咱们的中国字 就知道图中写的是什么了 好双儿 宝贝双儿 你真细心 知道这图关系重大 把满洲字分成了几十张纸来写 我去分别问人 就不会泄露了机密 双儿微笑道 好相公 聪明相公 你一见就猜到我的用意 微小宝笑道 打工告成 亲个嘴 双儿反身一跃 逃出了房外 微小宝来到厅上 吩咐亲兵 去叫了萧启营中的一名满洲逼帖士来 取出一张棉纸 问他那几个满洲字是什么意思 那笔帖士道 回都统大人 这 阿尔古纳河 京齐里江 呼马尔窝吉山 都是咱们关外满洲的地名 微小宝道 什么吉里咕噜江呼你妈的山 这样难听啊 那笔帖士道 回都统大人 阿尔古纳河 京齐里江 呼马尔窝吉山 都是咱们满洲的大山大江 微小宝问 那是在什么地方 那笔帖士道 回都统大人 是在关外极北之地 微小宝心下暗喜 是啦 这果然是满洲人藏宝的所在 他们把金银珠宝搬到关外 定然要藏得越远越好 说道 你把这些稀里呼噜江 呼你妈的山的名字 都用汉字写了出来 那笔帖士一言写了 微小宝又取出一张棉纸 问道 这又是什么江 什么山啦 那笔帖士道 回都统大人 这是西里木的河 阿木尔山 阿木尔河 微小宝道 他妈的 越来越稀奇了 你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好好的名字不取 什么西里妈的河 什么阿妈尔阿爸尔的 那笔帖士满脸惶恐 请了个安 说道 卑职不敢胡说八道 在满洲话里 那是另有意思的 微小宝道 好 你把阿妈阿爸 还有西里妈的河 都用汉字 住在这纸上 回头我得去问问旁人 叫你是不是瞎说 那笔帖士道 是是 卑职便有天大胆子 也不敢跟都统大人胡说 微小宝道 哈哈 你有天大胆子吗 那笔帖士道 不 不 卑职胆小如鼠 微小宝哈哈大笑 说道 来呢 拿五十两银子 赏给这个胆小如鼠的朋友 哎 这些西里妈的河 西里爸的山 你要是出去跟人说了 给我一支道 立即追还你五十两银子 连本带利 一共是一百五十两银子 那笔帖士 大喜过望 他一个月想银 也不过十二两银子 都统大人这一赏 就是五十两 忙请安道谢 连称 卑职绝不敢乱说 心想 本钱五十两 利息却要一百两 我的妈呀 好重的利息啊 傻了头我也还不起 数日之间 微小宝已问明了 七八十个地名 拿去附在图上一看 原来那八个四色小圈 设在黑龙江之北 正当阿末尔河和黑龙江河流之处 在呼马尔沃吉山正北 阿末尔山西北 八个小圈之间 写着两个黄色满洲字 一成汉字 乃路顶山三字 维小宝把图形和地名牢记在心 要双耳也帮着记住 心想 这些碎皮片要是给人抢了去 不免写漏机密 于是投入火炉一把烧了 见到火光熊熊升起 心头说不出的余悦 寻思 师父要我分成数包 分别埋在不同的地方 说不定仍会给人倒了去 线下藏在我心里 就算把我的心挖了去 也找不到这幅地图了 不过这颗心自然是挖不得的 一转头 见火光照在双耳脸上 红扑扑的盛世娇艳 心下大赞 我的小双耳可美得紧呢 双耳给他瞧得有些害羞 低下了头 唯小宝道 好双耳 咱们图也拼起来了 地名也查到了 什么悉尼妈的和悉尼爸的山 也都记在心中了 那算不算是大功告成了呢 双耳跳起身来笑道 不不 没没有 唯小宝道 怎么还没有 双耳笑着躲门而出 说道 我不知道 唯小宝追出去笑道 你不知道 我可知道 呼见一名亲兵 匆匆进来 说道 祈禀都统 皇上传诏 要你快去 唯小宝向双耳做个鬼脸 出门 来到宫中 这间宫门口中 已排了卢布 康熙的车架 正从宫中出来 唯小宝绕到仪杖之后 跪在道旁磕头 康熙见到了他 微笑道 小柜子 小柜子 跟我看外国人 试炮去 微笑宝喜道 好极了 这大炮可造得挺快呢 一星人来到左安门内的龙潭炮厂 南淮人和汤若旺 已远远跪在道旁赢驾 康熙道 起来起来 大炮在哪里 南淮人道 回圣上 大炮便在城外 宫请圣上 一架预览 康熙道 好 从车中出来 是位前后拥护 出了左安门 这件三尊大炮 并排而列 康熙走进前去 见三门大炮 闪闪发出清光 炮身粗大 炮轮 成轴等等 无不造得极为结实 心下甚喜 说道 很好 咱们就释放几炮 南淮人亲自 在炮筒里倒入火药 用铁条充实 拿起一枚炮弹 装入炮筒 转身倒 回皇上 这一炮 可以射到一里半 靶子已安在那边 康熙顺着他手指望去 见远处 也没一里半以外 有十个土墩并列 点头道 嗯 好 你放吧 南淮人道 宫秦 圣上一家 十丈以外 以策万全 康熙微微一笑 退了开去 微笑宝自告奋勇 道 这第一炮 让奴才来放吧 康熙点点头 微笑宝走到大炮之旁 向南淮人道 外国老兄 你来瞄准 我来点火 南淮人已叫准了炮口高低 这是再合叫一次 微笑宝接过火把 点燃炮上要线 急忙跳开 丢开火把 双手紧紧塞住耳朵 只见火光一闪 轰得一声大响 黑烟弥漫 跟着远处一个土墩 炸了开来 一个火柱 升天而起 原来 那土墩中 藏了大量硫磺 炮弹落下 力时燃烧 更显得威势惊人 众军使齐声欢呼 向着康熙大呼 万岁 万岁 万万岁 三尊大炮轮流释放 一共开了十炮 打中了七个土墩 只三个土墩 偏了少些 没打中 康熙十分欢喜 对南淮人和汤若旺 大加奖励 当即生南淮人 为亲天间监政 汤若旺 愿为太常寺清 加通正史 好通玄教师 在敖拜手中遭阁 康熙下旨恢复原官 改号通威教师 康熙名叫玄叶 玄字为了避讳不能再用 三门大炮自名为神武大炮 回到宫中 康熙把威教宝叫进书房 笑吟吟的倒 小柜子 咱们日夜开工 造他击败门神武大炮 椅子排开 对准了吴三桂这老小子 轰他妈的 你说他还造不造得成反 唯小宝笑道 皇上神奇妙散 本来就算没神武大炮 吴三桂这老小子 也是手道擒来 只不过有了神武大炮 那是更加如 如龙天意了 他本要说如虎天意 但转念一想 以皇帝比作老虎 可不大恭敬 康熙笑道 你这句话太没学问 飞龙在天又用得了什么意 唯小宝笑道 是是 可见就算没大炮 皇上也不怕吴三桂 康熙笑道 哼 你总有的说的 眉头一皱 道 说到这里 我倒想起一件事来 吴三桂跟蒙古 西藏 罗刹国勾结 还有一个神龙教 那个大逆不到的老婊子 贾太后 就是神龙教派来会乱恭敬的 是不是 唯小宝道 正是 康熙道 这叛逆若不侵来千刀万剐 如何得报母后被害之恨 太后被囚之辱 说到这里 咬牙切齿 甚是气愤 唯小宝心想 皇帝这话 是要我去捉那老婊子了 那老婊子 跟那又矮又胖的瘦头驮在一起 这时候 不知是在哪里 要捉此人 可大大的不容易 心下愁愁 不敢接口 康熙果然说道 小贵子 这件事万分机密 除了派你去办之外 可不能派别人 唯小宝道 是 就不知老婊子逃到了哪里 他那个肩膚一团肉球 看来会使妖法 康熙道 老婊子如躲到了荒山野岭之中 要找他 果然不易 不过 也有线索可循 你带领人马 先去将神龙邪教剿灭了 把那些邪教的党羽抓来 一一拷问 多半便会查得出老婊子的下落 见唯小宝有为难之责 说道 为之 这件事犹如大海捞针 很不易办 不过你一来能干 二来是原大大的福将 并办来十分棘手之事 到了你手里 往往便马到成功 我也不限你时日 先派你到关外去办几件事 你到了关外 在奉天调动人马 四季去破神龙岛 唯小宝心想 皇帝在拍我马屁了 这件事不答应也不成了 说道 奴才的福气都是皇上赐的 皇上对我特别多加恩典 我的福分自然大了 只盼这次又拖来皇上红福 把老婊子擒来 康熙听他肯去 心中甚喜 拍摆他肩头 说道 报仇血恨虽是大事 但笔之国家设计的安危 又是小了 能抓到老婊子 固然最好 第一要务 还是破功神龙岛 小鬼子 关外是我大清 龙兴发祥之地 神龙教在旁虎视眈眈 可说是心腹之患 倘若他跟罗刹人联手 占了关外 大清便没了根本 你破的神龙岛 好比斩断了罗刹国人 伸出来的五根手指 维小宝笑道 正是 突然提高声音叫道 阿喽 咕噜呼 提起右手 不住乱甩 康熙笑问 干什么 维小宝道 罗刹国断了五根手指 自然痛得大叫罗刹话 康熙哈哈大笑 说道 我生你为一等子爵 在赏里哥巴图鲁的城后 调动奉天驻防兵马 扑灭神龙岛反叛 维小宝跪下谢恩 说道 奴才的官做得越大 福分越大 康熙道 这件事不可大张旗鼓 以防五三鬼尚科喜他们 得知讯息 心不自安 提早造反 虚得神不知鬼不觉 突然之间将神龙教灭了 这样吧 我明儿派你为钦差大臣 去长白山祭天 长白山是我爱心觉罗家 元祖降生的圣地 我派你去祭祀 谁也不会疑心 维小宝道 皇上神情妙散 使龙教教主兽与重祈 康熙道 什么兽与重祈 维小宝道 那教主的寿命 不过跟小虫一般 再也活不多久了 他在康熙跟前 硬着头皮硬成了这件事 可是想到神龙教 红教主 武功卓绝 教中高手如云 自己带一匹指挥 轮刀射箭的兵马 去攻打神龙岛 唯小宝多半是授予重祈 出得功来 闷闷不乐 忽然转念 神龙岛 老子是绝技不去的 小贤子带我再好 也犯不着 为他去网送性命 我这官 走到尽头了 不如到了关外之后 乘机到黑龙江北的 鹿顶山去 掘了宝藏 发他一大笔财 再悄悄到云南去 把科取到了手 从此躲僵起来 每天赌钱听戏 既不逍遥快乐 言念及此 烦恼烧减 心想 临阵脱逃 虽然脸上无光 有副小玄子重托 可是性命交官之事 岂是开得玩笑的 掘了宝藏之后 不再挖断满洲人的龙脉 也就很对得住小玄子了 此日上朝 康熙颁下旨意 升了微小报的官 又派他去长白山祭天 散朝之后 王公大臣纷纷道贺 责徒与他交情与众不同 特道紫绝府续话 见他有些异性阑珊 说道 兄弟 去长白山祭天 当然不是怎么地肥缺 别知道云南 去敲平溪王府的竹杠 那是天差地远了 也难怪你没什么兴致 微小报道 不瞒大哥说 兄弟是南方人 一向就最怕冷 一想到官外冰天雪地 这会儿也冷得发抖 这晚非烧忘了火炉 好好来烤一下不可 泽徒哈哈大笑 安慰道 那倒不用担心 我回头送一件火雕大厂来 给兄弟预寒 暖觉之中 加几只探盆 就不怎么冷了 兄弟 派柴到官外 生发还是有的 微小宝道 原来在这辽东 洞托了人鼻子的地方 也能发财 倒向大哥请教 泽徒道 我们辽东地方 有三件宝贝 微小宝道 好啊 有三件宝贝 取得一件来 也就哗咱哗咱了 泽徒笑道 我们辽东有一句话 兄弟听见过没有 那叫做 关东有三宝 人身貂皮 无拉草 微小宝道 这倒没听见过 人身和貂皮 都是贵重的务势 那无拉草 又是什么宝贝了 索额图道 那无拉草 是苦哈哈的宝贝 关东一到冬季 天寒地冻 穷人穿不起貂皮 做不起暖觉 倘若冻掉了一双脚 有谁给围兄弟 来抬轿子啊 无拉草 关东遍地都是 只要拉得一把来 晒干了 倒得稀烂 塞在鞋子里 那就暖和得紧 微小宝道 原来如此 无拉草这一宝 咱们是用不着的 人身却不妨 挑他几十弹 貂皮 也踢他几千张回来 像索大哥这般 挚爱亲朋 也可分分 索额图 哈哈大笑 正说话间 亲兵来报 说是福建水师提督 师郎来拜 微小宝当时想起 那日郑柯爽 说过的话来 说他是武仪派高手 曾教过郑柯爽武功 后来投降了大清的 不禁脸上变色 心想这姓诗的 莫非受郑柯爽之托 来跟自己为难 冯夕凡如此凶悍厉害 这姓诗的 也绝非什么好相遇 对亲兵道 他来干什么 我不要见 那亲兵答应了 出去此刻 微小宝物字不放心 向另一名亲兵道 快出来阿萨阿六两人来 阿萨阿六是胖头驼 和陆高轩的假名 索额图笑道 诗静海跟维兄弟的交情怎样 微小宝心神不定 问道 诗 诗静什么 索额图道 尸体都 绝封静海将军 维兄弟跟他不熟吗 微小宝摇头道 从来没见过 说话间 胖头驼和陆高轩 二人到来 站在身后 微小宝有着两大高手相互 略决放心 亲兵回进内厅 捧着一只盘子 说道 石将军送给紫绝大人的礼物 微小宝见盒中 放着一只开了盖的锦盒 盒里是一只白玉碗 碗中刻着几行字 玉碗纯净温润 玉质极佳 客宫也甚精致 心想 他送礼给我 那么不是来对付我了 但也不可不防 泽图笑道 哎哟 这份礼可不轻啊 老实话的心血 也真不少啊 微小宝问道 怎么 泽图道 玉碗中 刻了你老弟的名讳 还有加官进爵四字 下面刻着 卷碗生施朗净赠 微小宝沉吟道 这人跟我素不相识 如此客气 定然不怀好意 佐图笑道 老实的用意 那是再明白不过了 他一心一意要做的 是要攻打台湾 为父母弃而报仇 这几年来老缠着我们 要我们向皇上进言 为了这件事 花的银子没二十万 也有十五万了 他知道兄弟 是皇上价钱的 第一位大红人 自然要来钻这门路 维夏宝心中一宽 说道 原来如此 他为什么非打台湾不可 佐图道 老师本来是郑成功 布下大将 后来郑成功疑心他要反 要拿他 却给他逃走了 郑成功岂不过 将他的父母弃而兜 说着 右掌向左挥洞 做个杀头的姿势 又道 他打台湾 报仇是私心 其实也有一份 为国为民之心 他曾对我说 台湾孤悬海外 曾给红毛国鬼子战去 杀了岛上不少居民 好容易郑成功 率兵赶走红毛鬼子 为我汉人百姓出了口气 郑社子孙浑庸无能 战得台湾久了 迟早又会给外国鬼子战去 我大清 该当先去战了来 统一版图 见万年不拔之机 他这番用心 倒是宫中为国 值得嘉许 这人打水战是有一手的 想了大清之后 曾跟郑成功打过一仗 居然将郑成功打败了 维侠宝伸善舌头 说道 连郑成功这样的英雄豪杰 也在他手下吃过败仗 这人倒不可不见 对亲兵道 石将军躺着没走 跟他说 我这就出去 向所额图道 大哥 咱们一起去见他吧 他虽有胖鹿二人保护 对着师郎总是心存畏惧 泽图是朝中一品大臣 有他在旁 连来师郎不敢贸然动粗 泽图笑着点头 两人携手走进大厅 师郎坐在最下手一张椅上 听到薛声便急站起 见两人从内堂出来 当即抢上几步 躬身请安 朗声道 总大人 韦大人 背指师郎参见 韦小宝拱手还礼 笑道 不敢当 你是将军 我只是一个小小都统 怎地行起这个礼来 请坐请坐 大家别客气 师郎恭恭敬敬地道 韦大人如此谦下 令人好生佩服 韦大人是一等子爵 爵位比非爵高得多 何况 韦大人少年早发 封公封侯 那是指日之间的事 不出十年 韦大人必定封王 韦小宝哈哈大笑 说道 哈哈 他若真有这一日 那要多谢你的金口了 泽图笑道 老师 在北京这几年 可学会了油嘴滑舌了 再不像初来北京之时 动不动就得罪人 师郎道 呃 卑职是粗鲁武夫 不懂规矩 全掌各位大人 大量包含 险下卑职 已痛该前非 左徒笑道 你什么都学乖了 居然知道 卑大人 是皇上驾前 第一位宏官 走他的门路 可剩余 去求肯 十位百位王公大臣 师郎恭恭敬敬地 向两人请了个安 说道 全掌二位大人再陪 卑职勇敢恩德 卑职宝打量师郎 见他五十岁左右年纪 筋骨结实 目光炯炯 甚是阴汉 但容颜憔悴 颇有风尘之色 说道 师将军 给我那只玉碗 可名贵得很了 就只一桩不好 师郎颇为惶恐 站起身来 说道 卑职糊涂 不知那只玉碗中 有什么岔子 请大人指点 卑职宝笑道 差则是没有 就是太过名贵 吃饭的时候捧在手里 有些战战兢兢 生怕一个不小心 打碎了饭碗 索额图哈哈大笑 师郎陪着干笑其声 维小宝问道 师将军几时来北京的 师郎道 卑职到北京来 已整整三年了 维小宝祈祷 师将军是福建水师提督 不去福建带兵 却在北京玩 那为什么 啊 我知道了 师将军定是在北京堂子里 有了相好的景 不舍得回去了 师郎道 为大人取笑了 皇上找卑职来京 吹询凭台湾的方略 卑职说话糊涂 应对师旨 皇上一直没吩咐下来 卑职在京 是恭候皇上旨意 维小宝心想 小皇帝十分精明 他心中所想的大事 出了削平三番 就是如何恭取台湾 你说话就算不中听 只要当真有办法 皇上必可原谅 此中一定另有原因 想到所恶图先前的说话 又想 这人历过不少功劳 想是十分骄傲 皇上召他来京 他就什么都不卖账 一定得罪了不少权药 以致许多人 故意跟他为难 笑道 皇上英明至极 要师将军在京后旨 定有深意 你也不用心急 吃尘味道 着急也是无用 师郎站起身来 说道 啊 今日等门为大人指点 毛泽顿开 卑职这三年来 一直心中惶恐 只怕是午饭了皇上 原来皇上另有深意 卑职 这就安心得多了 为大人这番开导 真是恩德无量 卑职今日回去 饭也吃得下了 睡也睡得着了 为小宝善于拍马 对别人的铲鱼 也就不会当真 但听人奉承 毕竟开心 说道 哈 皇上曾说 一个人太骄傲了 就不中用 需得挫折一下 他的娇气 别说皇上 没降你的官 就算冲你的军 将你打入天牢 那也是栽培你的 一番美意啊 侍郎连声称使 不禁掌心出汗 所图 捋了捋胡子 说道 是啊 魏军爷说的再对 也没有了 欲不拙不成器 你这只玉碗 若不是又车又魔 只是一块粗糙石头 有什么用 师郎应道 是是 魏小宝道 师家女 请坐 听说你从前 在郑成功部下 为了什么事 跟他闹翻的呀 师郎道 魏大人的话 魏志本来 是郑成功之父 郑志龙将军的部下 后来 不归郑成功同署 郑成功 称兵造反 被指见识不明 糊里糊涂的 也就跟着统帅办事 魏小宝道 嗯 你反清复 他本想说 反清复明 原来是应当的 他平时 跟天地会的弟兄们 在一起 说顺了口 险些漏了出来 幸好 及时缩住 忙道 后来怎样 师郎道 那一年 郑成功在福建打仗 他的根本之地 是在厦门 大清兵忽视其袭 攻克了厦门 郑成功进退无路 十分狼狈 魏志最该万死 不明白该当效忠王师 经带兵 又将厦门 从大清兵手中 夺了过去 魏小宝道 你这可给郑成功 立了一件大功啊 师郎道 当时 郑成功也升了 魏志的官 赏赐了不少东西 可是后来 为了一件小事 却闹翻了 魏小宝问道 那是什么事 师郎道 卑职手下 有一名小孝 卑职派他去打探军情 不料 这人又怕死 又偷懒 出去在荒山里 睡了几天 就回来 胡说八道一番 我听他说的不对头 仔细一问 查明了真相 就吩咐 关了起来 第二天斩首 不料 这小孝 狡猾得紧 半夜里逃了出去 逃到郑成功府中 向郑成功的夫人 董夫人哭诉 董夫人心肠软 派人向我说情 要我饶了这小孝 说什么用人之计 不可善杀部署 以免士族寒心 维夏宝听他说到董夫人 想起陈静南的话来 这董夫人 喜欢赐孙克爽 几次三番 要改立他为世子 被有的怒气勃发 骂道 这老婊子 军中之事 他父导人家 懂得什么 他奶奶的 天下大事 就拜在这种老婊子手里 不将犯了军阀 躺入不展 人人都犯了军阀 那还能带兵打仗吗 这老婊子糊涂透顶 就知道喜欢小白脸 侍郎万料不到 他对此事竟会如此分开 当时大起知己之感 一拍大腿 说道 哎 伟大人说的再对也没有了 你也是带贯兵的 知道军阀如山 克敌制胜 全长的号令言明 维小宝道 老婊子的话 你不用理 那个什么小孝老孝 抓过来咔嚓一刀就是 世昂道 对着当时的想法 跟伟大人一模一样 我对董夫人派来的人说 姓氏的是国姓爷的部将 只奉国姓爷的将领 我意思是说 我不是董夫人的部将 可不奉夫人的将领 维小宝气愤愤的道 是极 谁做了老婊子的部将 那可倒作大霉了 所额图和侍郎 听他大骂董夫人为老婊子 都觉得好笑 又怎想得到 他另有一番私心 侍郎道 那老 那董夫人 恼了杯子的话 竟派了那小孝 做府中亲兵 还叫人传话来说 有本事 就把那小孝 抓来杀了 也是杯子 一时忍不下这口气 亲自去把那小孝 一把抓住 一刀砍了他的脑袋 维小宝鼓掌大赞 杀得好 杀得妙 杀得干净利落 大快人心 狮狼道 被指杀了这小孝 自知闯了祸 便去向郑成功谢罪 我想 我立过大功 部署犯了军法 杀他并没错 可是郑成功 听了妇人之言 说我犯上不敬 当即将我扣押起来 我想 我姓爷英雄慷慨 以时之气 关了我几天也就算了 那只果不多时 我爹爹和弟弟 以及我的妻子 都给拿了 送到牢里来 这一来 我才知大事不妙 郑成功要杀我的头 乘着坚守 致人疏忽 逃了出来 后来得到讯息 郑成功竟将我全家 杀得一个不留 微笑宝 摇头叹息 连称 哎 都是董夫人的老婊子不好 侍郎咬牙切齿地道 郑家和我仇身四海 只可惜 郑成功死得早了 死仇难报 被指立下重事 总有一天 也要把郑家全家 一个个杀得干干净净 微笑宝早知 郑成功海外为王 是个大大的英雄 但听得 侍郎 要杀郑氏全家 那自然包括 他的大对头 郑柯爽在内 一决志同道合 连连点头 说道 该啥 该啥 你不报此仇 不是英雄好汉 侍郎自从给康熙 召来北京之后 只见到皇帝一次 从此 便在北京 头衔致散 做的官 仍是福建水师提督 爵位仍是静海将军 但在北京 领一份干想 无职无权 比这顺天府衙门中 一个小小公差的威势 尚有不如 以他如此雄心勃勃的汉子 自是作困仇承 由此热锅上的蚂蚁一般 这三年之中 他过不了几天 便到兵部去打个转 送礼运动 钱是花的不少 历年来 换囊所机 都已填在北京官场 这无底洞里 但皇帝既不再召见 回任福建的上誉 也不知何年何月 才拿得到手 到的后来 兵部衙门一听到 侍郎的名字就头痛 他手头已紧 没钱送礼 谁也不再理他 此客厅的微笑宝言语 和他十分投机 灯爵回任福建有望 脸上满是兴奋之色 左额图道 石将军 正成功杀你全家 确实不该 不过你也由此 而因祸得福 弃暗投名 若非如此 只怕你此刻还在台湾 抗拒王师 做那叛逆造反之事了 侍郎道 左大人说的是 维小宝问道 正成功杀了你全家 你一怒之下 就向大清投诚了 侍郎道 是 卑职起义投诚 先帝派我在福建办事 卑职感恩图报 奋不顾身 立了些威功 升为福建同安副将 正逢郑藤公率兵来攻 卑职跟他拼命 挣着先帝洪福 大获全胜 先帝大恩 升我为同安总兵 后来攻克了厦门 金门 吴宇 又联合一批红毛兵 做了加板船 用了洋枪洋炮 把郑藤公打得落海而逃 先帝升卑职 为福建水师提督 又加了靖海将军的头衔 其实卑职全无功了 一来是我大清皇上 福分大 二来是朝中诸位大人 只事得宜 唯小宝微笑道 你从前在正成功军中 有跟他打得过几场硬仗 台湾的情形 自然是很明白的 皇上召你来问公台方略 你怎么说了 侍郎道 卑职启奏皇上 台湾孤悬海外 异守难攻 台湾将士 有都是当年 跟随郑成功的百战精兵 卢要攻台 统兵官 需得视权统一 内务撤肘 便宜行事 方得成功 维小宝道 你说要独当一面 让你一个人来发号施令 施郎道 卑职不敢如此狂妄 不过攻打台湾 需得出其不意 攻其无备 京士与福建 相取数千里 欲有攻台良机 赏奏请示 带得朝中批示下来 说不定失机已失 台湾诸讲 别人也就罢了 有一个陈永华 阻止多谋 又有一个刘国轩 骁勇善战 实施大大的劲敌 倘若贸然出兵 难有必一胜把握 维小宝点头道 那也说的是 皇上英明知己 不会怪你这些话 说的不对 你又说了些什么 施郎道 皇上又垂寻 攻台方略 被指回奏说 台湾虽然兵京 毕竟为数不多 大清攻台 该当双管旗下 第一步是用剑 使得他们内部不合 最好是散布谣言 说道 陈永华有废主自立之心 要和刘国轩 两人阴谋篡位 正经疑心意气 说不定就此杀了陈永二人 就算不杀 也必不肯重用 削了二人的权柄 陈永二人一向一将 是台湾的两根柱子 能够二人齐去 当然最好 就算只去其一 余下一个 也独木南之大厦了 维小宝暗暗心惊 他妈的 你想害我师父 问道 还有个一架无血冯西范呢 侍郎大为惊奇 说道 为大人居然连冯西范也知道 为小宝道 我是听皇上闲谈时说起过的 皇上与台湾的内情可清楚了 皇上说 董夫人喜欢小白脸 孙子郑克爽 不喜欢世子郑克脏 有儿子改立世子 可是正经不肯 可有这件事 侍郎又精又配 说道 圣天子聪明智慧 旷古少有 深居深宫之中 民间万里之外 皇上这话半点不错 维小宝道 你说攻打台湾有两条法子 第一条是用记 害死陈永华和刘国轩 另一条是什么呀 是狼道 另一条就是水师进攻了 单攻一路 不易成功 须得三路骑攻 北攻基隆港 中攻台湾府 南攻打狗港 只要有一路成功 上路立了脚跟 台湾人心一乱 那就势如破竹了 维小宝道 捅在水师海上打仗 你倒内行得很 侍郎道 背着一生都在水师 熟食海战 维小宝心念一动 寻思 这人要去杀姓郑的一家 干掉了郑克爽 这小子倒也不错 不过郑成功是大大的英雄好汉 杀了他全家可说不过去 何况 他攻台湾 就是要害我师父 那可不行 此人善打海战 派他去干这件事 倒是一举两得 转头问索图 大哥 你以为这件事该当怎么办 索图道 皇上英明 高瞻远瞩 算无一策 咱们做奴才的 一切听皇上吩咐办事 就是了 维小宝心想 你倒滑头的狠 不肯担干系 端起茶碗 事后的长随 高声叫道 送客 侍郎 侍郎 起身行礼 辞了出去 索图 说了一会儿闲话 也急辞去 维夏宝进宫 去见皇帝 禀告侍郎 预攻台湾之事 康熙道 先除三番 再拼台湾 这是根本的先后次序 侍郎这人 才具是有的 我怕 放他回福建之后 这人基于立功报仇 轻举妄动 反而台湾 有了戒备 因此 一直留着他在北京 维夏宝 当时恍然大悟 说道 对对 侍郎 一到福建 定要打造战船 操练兵马 捣了个打草惊蛇 咱们攻台湾 定要神不知 鬼不觉 人人以为要打了 咱们偏不动手 人人以为不打 却忽然打了 打那姓正的小子 一个手忙脚乱 康熙微笑道 用兵虚实之道 正该如此 再说 潜将不如激将 我留侍郎在京 让他全身力气没出使 闷他个半死 等到一派出去 那就奋力笑命 不敢偷懒了 维夏宝道 皇上这条计策 诸葛亮也不过如此 奴才看过一出 定军山的戏 诸葛亮 记得老皇中拼命狠打 就此一刀斩了那个 春夏秋冬什么的大花面 康熙微笑道 夏侯渊 维小宝道 是是 皇上记性真好 看过了戏 连大花面的名字也记得 康熙笑道 这大花面的名字 书上写的有的 诶 侍郎送了什么礼物给你 维小宝气道 皇上什么都知道 那侍郎送了我一只玉碗 我可不大喜欢 康熙问道 玉碗有什么不好 维小宝道 玉碗虽然珍贵 可是一打就烂 奴才跟着皇上办事 双手捧的是一只千年打不烂 万年不生锈的金饭碗 那可大大的不同 康熙哈哈大笑 维小宝道 皇上 奴才忽然想到一个主意 请皇上瞧着 能不能办 康熙道 什么主意 维小宝道 那侍郎说道 他捅带水师 很会打海战 康熙左手在桌上一拍道 好主意 好主意 小贵子 你聪明得很 你就带他去辽东 派他去打神龙岛 维小宝心下骇然 瞪示着康熙 过了半场 说道 皇上定是神仙下凡 自慕奴才心中想的主意 还没说出口 皇上就知道了 康熙微笑道 马匹排得够了 小贵子 这法子大妙 我本来在担心 你去攻打神龙岛 不知能不能成功 这侍郎是个打海战的人 叫他先去神龙岛操练操练 不过 事先可不能泄露了风声 维小宝忙道 是是 康熙当即派人 去传了侍郎来 对他说道 朕派维小宝去常白山祭天 他一力举荐 说你办事能干 要你同去 朕将就听着 也不怎么相信 维小宝暗暗好笑 诸葛亮在祭老皇中了 侍郎连连磕头 说道 臣跟着维都统去办事 一定尽忠孝命 奋不顾身 以报皇上天恩 康熙道 这一次是先试你一事 倘若果然可用 将来再派你去办别的事 侍郎大喜 磕头道 皇上天恩好他 康熙道 此事机密 除维小宝一人之外 朝中无人得知 你一切遵从维小宝的差遣便是 这就下去吧 侍郎磕了头 正要退出 康熙微笑道 维都统带你不错 你打一只大大的金饭碗 送他吧 侍郎答应了 心中大惑不解 不明皇上用意 引荐天言甚喜 撂下绝非坏事 维小宝回到紫爵府时 见侍郎已等在门口 说了不少感恩提拔的话 维小宝笑道 侍将军 这一次只好委屈你一下 请你在我营中 做个小小参灵 以防外人知觉 侍郎大喜 说道 一切遵从都统大人吩咐 他知维小宝派他的侄子越小 越当他是自己人 将来飞黄腾达的机会越多 如派他当个亲兵 那就更加妙了 又道 皇上吩咐碑纸 打造一只金饭碗奉承都统 不知都统大人喜欢什么款式 碑纸好监督高手匠人 连夜赶着打造 维小宝笑道 那是皇上的恩典 不论什么款式 咱们做奴才的 双手捧着金饭碗吃饭 心中都感激 皇恩如山如海 侍郎连声称事 维小宝心想 老子奔向桃之夭夭 刺官不干了 现下找到了你这个替死鬼 最好你去跟红教主拼个同归于尽 哥俩授予重其夜 狮狼去后 维小宝把李立世 风济中 徐天川 玄真道人等天敌会兄弟叫来 将经过情形详细说了 李立世道 这姓氏的家伙反叛国姓爷 又要攻打台湾 陷害总舵主 天性叫他撞在维乡主手里 咱们怎生百步他才好 维小宝道 神龙教勾结吴三桂和罗刹国 现下皇帝派我 领侍郎去搅神龙教 让这姓氏的跟神龙教 打个昏天黑地 两败俱伤 咱们再来个渔翁得利 众人齐声赞好 维小宝道 这姓氏的精明能干 我要靠他打神龙道 可不能先将他杀了 众位哥哥却得小心 别让他瞧出破绽来 高燕超道 我们都扮作萧启营的达子 平日少跟他见面 就算见到 令他也不敢得罪达子 此日下午 侍郎捧着一只锦盒 到紫爵府来求见 维小宝打开锦盒 果然是一只大大的金饭碗 怕不有六七两重 施郎道 被指本该再打造的大些 就怕 就怕都统大人用起来不方便 维小宝左手将金饭碗 在手里颠了点 笑道 已够重了 施将军 这许多字写的是什么呢 施郎道 中间四个大字 是宫中体国 上面这行小字是 亲赐 岭内侍卫副大臣 兼萧其营 正皇其都统 四川黄马褂 巴图鲁永浩 一等子爵 维小宝 下面更小的字是 陈静海将军 施郎 奉旨奸造 维小宝甚喜 笑道 这可当真多谢了 心道 是啊 我的金饭碗是皇上赐的 你能给我什么金饭碗了 这老师倒也不是笨蛋 过得两日 康熙搬下上狱 命维小宝带同石门 神武大炮 自大姑出海 渡辽东湾北上 先进辽海 再登陆辽东 到长白山放炮祭天 维小宝接了上狱 心想 这次是去攻打神龙教 胖头驼和陆高轩 可不能带 命他二人留在北京 带了双二和天地会兄弟 率领萧麒英人马 来到天津 文武百官 迎接钦差大臣 或恭敬于衡 马屁十足 或奉承得体 恰到好处 唯有一个大胡子五官 却神色傲慢 行礼之时 显示敷衍了事 魂不将维小宝瞧在眼里 维小宝大怒 历时便要发作 转念一想 皇上吩咐了他 这次 一定要办得十分隐秘 不可多生事端 惹人谈论 你瞧不起我 那那老子就瞧得起 你这大胡子了 咱个俩来比比 谁做的官大些 跟着 有个官 大赞他手刃 敖败的英雄事迹 魏小宝洋洋自得 便不去理那大胡子了 当晚 魏小宝将天津水师营 总兵请来 取出康熙秘址 那水师营总兵 名叫黄埔 见秘址中 吩咐他带领水师营官兵船只 听由钦差大臣指挥 干办军情要务 接纸后 功声听训 魏小宝问了水师营的官兵人数 船只多少 便传师郎道来 要他和皇府 技艺出海之事 自到后营 去和重兵将 推排酒 赌钱去了 在天津 停留三日 水师营办了粮食 清水 搬运大炮 弹药 弓箭等物上船 维夏宝 率领水师营 及萧綦营官兵 大战船十艘 二号战船 三十八艘 出海扬帆而去 离了大姑 来到海上 维夏宝才宣誓圣旨 此行是去剿灭神龙岛 上下官兵 务须用命 成功之后 各有声赏 众官兵 引荐几方人多势众 钦差大臣 又带有 石门西洋大炮 那神龙岛不过是一群海盗盘踞之地 大炮轰得几炮 海盗还不打个精光 这次立功升官是一定的了 当下人人欢呼 精神百倍 维夏宝坐在主舰之中 想起上次去神龙岛 是给方怡骗去的 这姑娘虽然狡猾 但那几日在海上共处的温柔滋味 此时追忆大为神王 寻思 道德岸边 倘若大炮乱轰 将神龙教的教众先轰死大半 几千官兵翼拥而上 洪教主武功再高 那也抵抵不住 只不过这样一来 说不定 抱我那方以小娘匹一炮轰死了 这可大大不妙 就算不死 轰掉了一只手臂什么的 也可惜得很 他本来害怕洪教主 只想脚底抹油 溜着大吉 但此刻有狮狼主持 几十艘大战船在海上扬帆而前 又有新造的石门神武大炮 这一仗有胜无败 但想 怎生既能保得方宜无恙 又熏灭了神龙教 那才两全其美 于是把侍郎叫来 问他公道之计 侍郎打开手中带着的卷宗 取出一张大地图来 摊在桌上 指着海中的一个小岛 说道 这是神龙岛 维小宝建神龙岛上 已画了个红圈 三个红色的箭头分从北东南 三方指向红圈 大为佩服 说道 原来你早已想好了攻打神龙岛的计策 我是离了大姑之后才颁示皇上的秘旨 你怎地早就预备好了海图 侍郎道 卑职丁说 大人是要从大古经海道潜伏辽东 是已预备了这一代的海图 卑职一向喜欢海上生涯 海图是看惯了的 维小宝道 原来如此 看来咱们这一战定是七开得胜 传道成功 施郎道 那是拖来皇上的圣德 为大人的威望 以卑职浅见 咱们兵分三路 从岛北 岛东 岛南 三路进攻 留下岛西一路不攻 轰了一阵大炮之后 岛上匪徒抵挡不住 多半会从岛西落海而逃 咱们在岛西三十里外 这个小岛背后埋伏了二十艘船 一等匪徒逃来 这二十艘战船拥出来拦住去路 大炮一响 北东南三路 战船也围江上来 将海盗的船只围在该心 那时一网打尽 每一个海盗能掏得性命 维夏宝鼓掌叫好 连称妙计 侍郎道 请大人率领中军 在这无名小岛上坐镇督战 无请不要上船出战 中军之地必须稳弱泰山 统帅的旗舰若有稍微损伤 给大风吹坏了桅杆什么的 不免动摇军心 被指统帅战船三路进攻 黄总兵统帅扶兵拦截 十艘小艇来往报告军情 如何行动 请大人随时发号施令 以便卑职和黄总兵遵行 维夏宝大喜心道 你这人倒乖觉得很 明知我怕死 便让我在这三十里外的小岛上坐镇 当真万无一失 就算你们全军覆没 老子你还来得及赶上快船 溜着胡言 妙计妙计 当下大赞了他一番 侍郎道 卑职久仰伟大人威名 得知为大人当年首任满洲第一勇士敖拜 从此号称满汉第一勇士 钦此巴图鲁勇号 乌勇天下扬名 被指只担心一件事 就怕大人要报上天恩 打仗之时奋不顾身 倘若给炮火损伤了大人一个小指头 皇上必定大大怪罪 被指这一生的虔诚就此毁了 道不打紧 却辜负了大人提拔重用的知语大恩 被指万死莫属 因此无请大人体量 保重万斤之体 维小宝叹了口气 说道 坐船打仗那是挺有趣的玩意儿 我本想亲自冲锋 将那神龙教的教主揪了过来 你既这么说 那只好让你去干了 侍郎道 大人体量下情 被指感激不尽 维小宝心想 你在北京熬了三年 以精通做官的法门 老子本想干了你 瞧你如此精乖 倒有些不忍了 满汉第一勇士这个头衔 今日倒是第一次听见 亏你想得出 说道 那神龙岛上有几百名小姑娘 其中有几个是从宫里逃出去的 皇上吩咐了 无须生擒活捉 宫岛之时 须可小心在意 大炮不可乱轰 倘若轰死了那几名宫女 皇上必定怪罪 你功劳再大 也是功不抵过 这是第一件大事 侍郎吃了一惊 说道 若非大人关照 卑职险些闯了大祸 这次公岛 只要是女的 就只能活捉 不能杀伤 尽数拿来 有大人发落便是 维小宝道 这就是了 这几名宫女 我是见过的 一见就认得出 不过这种皇宫里的事 你知道了 侍郎道 是 大人忘安 被指守口如瓶 宫里的事情 谁敢随口乱说 重战船 向东北进发 恰逢逆风 周行甚慢 这日 神龙道已经不远 侍郎指着 左衔前方的一座小岛 说道 那便是 都统大人的 大营驻扎之地 这座小岛 下无名称 请大人赐名 维小宝 骚了骚头皮 说道 要我想名字 可以要了我的老命了 这次我坐庄 你是我庄家手下的差角 咱们推牌酒 总得把神龙岛 吃个一干二净不可 这小岛 就叫做通吃岛吧 侍郎笑道 妙吉妙吉 为大人坐镇通吃岛 那是大鸡大利 不论敌军多么顽强厉害 总是吃他个精光 大人前官天牌宝一队 那是大人自己 后官至尊宝 那自然是皇上 这两副牌 摊出去 怎不同吃啊 维小宝哈哈大笑 喝道 众将官 兵发通吃岛去这 这句话 是他在看戏时学来的 此时呼喝出来 当真威风凛凛 意气风发之至 数十艘战船 前后拥为主帅旗舰 缓缓向通吃岛驶去 忽然一艘小船上的兵士呼叫起来 不久小船使劲禀报 说是海中发现一具浮尸 维小宝眉头一皱 心想 出师不利 撞见浮尸 莫非这一桩要通陪 侍郎道 恭喜大人 齐开得胜 还没开炮放箭 敌人已先死为名 真是大大的急躁 被指过去瞧瞧 说着跳下小船 过了一会儿 侍郎回上旗舰 说道 骑禀都统大人 这具浮尸 手足反绑 似乎是海盗 谋财害命 推人落海 刚说到这里 小船上又叫喊起来 说道又发现了两具浮尸 维小宝脸色甚是难看 这时 侍郎也说不出极力话了 又在跳落小船查看 回上主舰时 却喜容满脸 说道 回大人 这三具浮尸 看来是神龙岛上的 维小宝问道 你怎知道 侍郎道 敌举失手 还看不出什么 后面两具 显然都是海盗 身则撞剑 定是身有武功之人 维小宝道 难道是神龙岛 起了内讧 侍郎道 风从神龙岛吹来 这三具浮尸 多半是顺风飘来的 倘若敌人起了内讧 伟大人推这一桩 就像是吃红烧豆腐 咬都不用咬 一口通吃啊 维小宝举目 向远处望去 但见海上水汽蒸腾 白雾弥漫 瞧不见神龙岛 忽觉海面上 有个皮球般之物 再浮再沉 渐渐飘进 奔道 那是什么 侍郎凝视了一会儿 道 这东西 倒有点奇怪 船令下去 吩咐小船 驶过去捞来 一艘小船 衣令驶去捞起 船上军官大声叫道 又是一具浮尸 是个矮胖子 维小宝 维小宝心中一动 难道是他 说道 台上来让我瞧瞧 三名水兵 将那浮尸 台上旗舰 放在甲板上 这矮胖浮尸 手足 都给牛皮绑住了 维小宝一见 果然便是瘦头脱 他本已积肥 这是喝足了水 肚子高高鼓起 婉然便是个大皮球 这件海水 从他口中 鼓鼓流出 过了一会儿 胖肚子一起一扶 呼吸起来 众官兵叫道 服侍火转了 侍郎提起兽头驼 将他后腰 放在船头的链墩上 头一滴 口中海水 流得更加快了 过了一会儿 兽头驼突然弹起 骂道 你哪应该的 跌下来时 腰先着板 但屁股肥实 游似不倒翁一般 自行做起 众官兵吓了一跳 随即哈哈大笑 瘦头驼双手立正 牛皮索尽湿了水 更加坚韧 却哪里正得断 他摇了摇头 双目中 竟是迷茫之色 说道 他妈的 这是龙宫 还是阴氏 维小宝笑道 这是龙宫 我是海龙王 众官兵 又都笑了起来 兽头驼 睁大了一对戏眼 凝视着 微小宝 道 你 你 你怎么在这里 微小宝 生怕他泄露 自己隐私 说道 这汉子 奇形怪状 说不定 知道神龙岛的底细 快踢到我 舱中审问 两名亲兵 将兽头驼 提入 微小宝坐舱 微小宝吩咐 你们在外 事后 不停呼唤 不必进来 待亲兵 关上了舱门 微小宝问道 瘦头驼 你武功高得很 怎会给人 绑住了 投入大海 瘦头驼道 老子又不是 武功天下第一 怎么不会 给人 绑住了 投入大海 微小宝一正 笑道 啊 你打不过教主 瘦头驼道 那又有什么好笑 又有谁 能打得过教主 微小宝问道 你怎地得罪教主了 瘦头驼道 谁敢得罪教主 他老人家 夫人说 毛冬珠在宫里 办事不力 欺瞒教主 要将他送入神龙窟 喂龙 我 我 我 说到这里 突经漏耻 一张肥脸上 神情甚是奋机 微小宝 当时恍然 那晚在慈宁宫中 贾太后老婊子 对他师父九难说 她是明朝大将 毛什么龙的女儿 名叫毛冬珠 笑道 你在皇宫里 跟毛冬珠 睡个被窝 可快活得很呢 瘦头驼 脸有得色 说道 可不是吗 微小宝道 你这条性命 是我救的 是不是 瘦头驼道 就算是吧 微小宝道 怎么算不算呢 你若说我没救你性命 那也容易得很 瘦头驼问道 怎么容易得很 微小宝道 我再将你 推入海中 就算没救过你性命 也就是了 瘦头驼大叫 不行不行 你淹死我不打紧 我那东猪妹子 可以活不成了 微小宝道 她活不成就活不成 反正你也死了 瘦头驼大叫 不行不行 微小宝问 如果放了你 你便怎样 瘦头驼道 那我多谢你了 我还得再上神龙岛 去救我那东猪妹子 微小宝大拇指一翘 赞道 你有情有义 寻思 皇上要捉老婊子 我正发丑眉地方找他 现下从这矮胖子身上着落 老婊子是一定可找得到了 但这人武功高强 一放了他 那是放老虎容易捉老虎难 说不定 阿赫一下 反咬我一口 瘦头驼道 好在神龙岛上 正打得天翻地覆 再去救人 可方便得多了 微小宝听了 精神围之一阵 蛮问 神龙岛上 怎么打得天翻地覆 瘦头驼道 五龙门 你打我 我打你 已打了十多天了 谁让对方捉到了 便给绑住手脚 投在大海里喂海龟 微小宝问 为什么打起来的 瘦头驼 侧过了一个胖胖的头颅 斜眼看着微小宝 说道 董珠妹子说 你是本教白龙使 指掌五龙令 怎么会不知道 微小宝道 我封教主之命 赴中原办事 岛上的事情就不清楚了 瘦头驼突然大声怪叫 微小宝吓了一跳 退开两步 门外四名亲兵 听得怪声 生怕这矮胖子 伤了都统大人 手指配刀 一起冲进 见矮胖子 手足老榜 好端端地坐在地下 这才放心 微小宝挥手道 你们出去好了 没事 众亲兵退了出去 微小宝道 你怪叫些什么 瘦头驼道 糟糕 你是教主和夫人的心腹 我去把什么事 都对你说了 微小宝吓道 那也没什么糟糕 你就当 我没救你起来 你还在大海里 飘啊飘的 咕嘟咕嘟地 喝汗水好了 瘦头驼道 特买乃的 这咸水真不好喝 微小宝道 你不想喝咸水 就老老实实跟我说 五龙们 为什么自己打了起来 兽头驼道 我和东珠妹子 回到神龙岛时 他们已打了好几天了 我一问人 原来青龙使徐雪亭 一天晚上 忽然给人杀死了 房里地下 有一柄血刀 后来查到 这把血刀 是赤龙使 无根道人的 大弟子和胜的 微小宝 听到徐雪亭为人所杀 微微一惊 立即便想 多半是洪教主 派人杀的 只听兽头驼诱导 教主大为震怒 问和圣 为什么暗钻青龙使 和圣抵死不招 说没杀青龙使 后来青龙门的门下 为掌门使报仇 把和圣杀了 赤龙门和青龙门 就打了起来 微小宝道 那只是赤龙 跟青龙两门的事啊 怎么你说 五龙门打得一塌糊涂 兽头驼道 也不知怎地 黑龙门去帮青龙门 黄龙门又帮赤龙门 你杀我 我杀你 打得不亦乐乎 微小宝道 那我的白龙门呢 兽头驼瞪眼道 你是白龙使 怎么自己门中的事 也不知道 微小宝道 我对你说过 我不在岛上自然不知 兽头驼道 你们一下分成了两派 老兄弟一派帮青龙门 少年弟子是另一派帮赤龙门 微小宝皱眉道 五龙门打大架 教主难道不理吗 兽头驼道 打活 打发了性 教主也镇压不了 正说到这里 忽觉 船已停驶 船上水手吆喝 铁链声响 抛锚入海 已到了通吃岛 微小宝走上船头 只见岛上树木茂盛 山丘起伏 倒是个好所在 对师郎道 神龙岛上到处都是毒蛇 你派人先上去探探 通吃岛上有没有蛇 师郎应令下去 并有十艘小艇向岛上划去 众水兵上路后 入林搜索 不久举火传讯 岛上平静无事 并无敌宗 也无毒蛇 当下 先锋怼上路 搭起中军营帐 以免袖着 斗大围字的帅字旗 在营前升起 微小宝这才下庭 师郎和黄总兵左右护卫 登陆通吃岛 号角和鞭炮齐下 众军攻身行礼 微小宝昂然 紧中军营坐定 吩咐亲兵 将兽头驼 求在战后 拿些酒肉给他吃 却不可解了他手脚上的皮索 还得再加几条铁链绑住 以策万全 随即传下将领 命师郎 率领三十艘战船 分从神龙岛 东北南三面进攻 又命黄总兵 率领其余战船 藏在通吃岛西侧 一听侍郎发出号炮 就驶出截篮 哪一艘战船居前 哪一艘战船接应 核对冲锋 核对侧击 进阶 分派的井井有条 指示周祥 黄总兵 及水师营中的副将 参将 守备 萧启营的参岭 左岭等大小军官 见都统大人小小年纪 居然深谙水战策略 计谋精妙 指挥合宜 无不深为探服 却不知 这些近视处于师郎的策划 都统大人 只不过在台前 一样葫芦 唱一出双簧而已 当晚 众军饱餐战饭 傍晚时分 一艘艘战船驶了出去 约定刺沉卯石 三面进攻 到第二日清晨 维小宝登上军事赶大的 瞭望台 向东瞭望 隐隐听得 远处炮响 火花闪动 海面卷起一团团浓烟 知道师郎已在发炮进攻 不由得担心 方怡的安危 但想 师郎行事谨慎 自己一再嘱咐 不可伤了 岛上女子 料想 他必定加以小心 他在瞭望台上站了一会儿 脚酸起来 回进中军帐 取得六粒头子 心道 这一次 若大获全胜 就置个满堂红 一把至江出去 不料尽是黑色 连一粒红也没有 他出口骂道 他骂的 你跟我捣蛋 使起作弊手法 将六粒头子都三点朝上 运手近 轻轻一转 这次 果然有五粒头子是红色的四点 却仍有一粒黑色的五点 他明知自己作弊 算不得是好口彩 却高兴了些 双尔端上一碗茶来 说道 相公 你放心好了 这一次 一定打个大胜仗 韦小宝问道 你怎知道 双尔道 咱们这许多大炮开了起来 人家怎抵抵得住 韦小宝道 来双尔 我跟你治头子 你赢了 我给你打手心 我赢了 就算是大功告成 双尔脸上一红 忙道 我不来 我不来 韦小宝笑道 那么咱们来赌钱 我赢了 你输一千银子 你赢了 我输一两银子给你 这样 你总占便宜了吧 双尔笑道 我没银子输给你 韦小宝道 你要银子 那还不容易 掏出一把银票 来栽给他 双尔笑道 我要银子没用 韦小宝道 唉 你没赌性 不如我去放了 那矮胖子出来 我跟他赌钱 正说到这里 呼听得号泡联想 韦小宝跳起身来 一把搂住了双尔 说道 大功告成 亲个嘴 双尔忙笑着低头 韦小宝在他后颈中 吻了两下 笑道 你的头颈真白 只听得号角 吴嘟嘟吹起 他奔出中军帐 上了瞭望台 但见远处 神龙岛上 升起三个大火柱 直冲云霄 全岛已裹在黑烟之中 料想 神龙岛已轰成一片焦土 好炮声中 又见一艘艘战船 向东驶去 心想 侍郎这家伙 算的是一个半臭皮匠 料是如神 是说不上 料是如鬼 也就马马虎虎了 海上战船来往 甚是缓慢 他在瞭望台上 站了半天 也没见山龙岛上 有船只逃出来